2022年9月25日 大学开学的日子 炎热的阳光 炙烤着大地 秦桓刚要拖着行李走出家门 突然口袋里的手机 却是突然响了起来 喂 老爸 你这要跑哪里去了啊 电话刚一接通 秦桓便有些不满地问道 之前自己这不靠谱的爹 每天神出鬼没也就罢了 但今天对于他来说 意义却是非比寻常 名正局呗 名正局 很显然 老爸的这一回答 完全出乎了秦桓的预料 你去那干嘛呀 还能干嘛 当然是领结婚证呀 老爸说着 也不等秦桓再次询问 当即便转移话题道 学费我已经给你打在卡上了 你可要节约点用啊 说完 突然就想到了什么 对了 到时候你姐他们 可能会去机场接你 你得懂礼貌知道吗 姐 他们 我雷个去 难道我这后妈 还有好几个女儿 你不去送我吗 嗨嗨 老爸干咳两声过后 有些尴尬道 我这还得和你妈赶飞机 去度蜜月 就不送你了 拜拜 话音刚落 那头就已经挂断了通话 卧槽 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盲音 秦桓可谓是相当的无语 而也就在他通话的这段时间 秦桓不知道的是 此时整个世界 却是悄然风起云涌了起来 华夏某战区 高山之上 一位身姿飒爽的女将军 正眼神不舍地 注视着山下的军队 而这位女将军 除了是华夏唯一的女战神之外 更是秦桓的五姐 夏锦西 此刻在她身后 矗立了不少军人 如果仔细去看的话 不难发现 这些人中最低的军衔 都是少校 虽然夏锦西属于女子 但浑身上下散发出的肃杀之气 却是相当的害人 突歇 好半天后 收回目光的夏锦西 这才淡淡地吐出两个字来 到 刹那间 一位同样英姿飒爽的女将 迈着步子就站了出来 你给我多久了 夏锦西先是打量了她一番 随后便是问道 回首长 一共是八年三个月零一十四天 记得这么清楚 夏锦西听后 不由微微愣了愣神 在她的印象里 图西可一直都是大大咧咧的性格 当然 首长八年前的救命之恩 卑职永远铭记于心 她的回答不仅康腔有力 更是显得无比的真诚 很好 夏锦西点了点头的同时 缓步便走到了她的面前 拍着她的肩膀 正色道 我已经递交了离职申请 从今日起 你便是001级团军的统帅 什么 在场众人一听这话 震惊的同时 当即就想要说些什么 不过还不等他们开口 夏锦西就打断了他们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去做 你们就不必再劝了 在夏锦西看来 经过自己等人这些年的厮杀 边疆的那些蛮夷们 早就已经被吓破了胆 只要自己离开的消息不传出 量他们 也翻不出多大的浪漫 而她之所以离开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只因有着情欢的出现 帝都TX科技 执行总裁办公室内 大小剑 您找我 一名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人 对着面前的女子 很是恭敬地问道 那绝对会被眼前这一幕给吓上一大跳 这男人是谁 那可是大名鼎鼎的 TX科技董事长马华飞 现在却是对一名执行总裁如此的恭敬 这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 嗯 李明玉恩了一声后 语气淡淡地说道 马叔 你现在赶紧让人 给我起草一份股份转让协议 过几天 我有大用 股份转让协议 马华飞听到这话 有些迟疑地说道 大小剑 这要不要跟董事会商量一下 不用 这件事就由我决定了 李明玉大手一挥 当激励断道 对了 从即日起 我正式接任董事长一职 这 听到李明玉这话 马华飞明显有些猛逼 怎么 我的话不好使 李明玉见马华飞愣神 眼神顿时就变得严厉了起来 不 不是 回过神来的马华飞 哪里还敢有所怠慢 于是赶忙便点头回道 您放心 我这就去办 说完 麦布就小跑了出去 而就在他离开后不久 李明玉却是打开了微信 横电影视基地 超级大腕化妆间内 我说二小姐 您怎么突然就霸眼了呀 一位差不多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 看着面前的超级美女 不由很是无奈地问道 如果是其他人 她绝对会当场骂娘 但面前的这位 她可不敢 要知道 在她面前的这位美女 可不只是现如今华夏鼎鼎有名的一线女星 更是她公司的老板 这么说吧 如果她敢得罪眼前这位 那她不仅会丢掉工作 甚至还很有可能彻底与娱乐圈绝缘 没什么 柳氏饰演带笑意 一位深长地说道 今天我弟弟会来帝都 我得专心陪她才行 啥 帝殿 中年妇人一听这话 顿时就瞪大了双眼 她可是清楚地记得 柳氏氏的家里 除了有着七姐妹之外 根本就没有什么帝殿 难道是老板的男朋友 我的天呀 这特门要是传出去的话 那全华夏的宅男们 岂不是都得崩溃地跳楼 而与此同时 秦桓的其他的几位姐姐 也是没有闲着 纷纷为秦桓的道来做起了准备 看他们的行为 就好似秦桓是什么绝世珍宝一般 这边 秦桓刚要收起手机 微信却是响了起来 本来还以为是什么群消息 但当秦桓打开微信之后 这才发现 居然是一条添加好友的申请 欢欢 我是你大姐李明玉 赶紧给我通过 大姐 李明玉 难道这就是老爸所说的姐姐 没有多想的秦桓 当即就准备点下同意 只不过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还不等她有所行动 微信上却又传来了一条好友申请 欢欢 我是你二姐柳诗诗 赶紧给我通过 不仅如此 接下来 又有着五人 向她发出了好友申请 也就是说 秦桓这一下子 就多出了七位姐姐 而她也没有耽误时间 一番操作之后 便全都同意了下来 没有过多的挑选 随手便点开了 其中一个名为柳诗诗的微信 不知为何 秦桓总觉得柳诗诗这名字 她貌似有在哪里听说过 而当她看清楚 这微信的头像后 也是终于想了起来 我擦 这特么的 不是天后柳诗诗吗 要知道 柳诗诗除了是一线女星之外 更是宅男们心中 她高不可攀的霸道美女总裁 其名下的天使娱乐传媒 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经济娱乐公司 光是一线明星 就有着十多位 至于其市值 估计至少也在三百亿左右 虽然秦桓不是什么宅男追星族 但对于经常出现在电影电视剧上的柳诗诗 她多少还是能够认出的 应该是粉丝吧 秦桓如此想到 其实这也不怪她 这恐怕 换成任何人 都是不可能相信的 柳诗诗是什么人 那可是天后巨星 霸道美女总裁 而她秦桓又是什么人 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三学生而已 说他们两者之间存在姐弟关系 这特么和说 C罗是泰罗弟弟 有什么区别 当然 秦桓虽然不相信 对面真的是柳诗诗 但她还是在输入栏里 发出了四个字 请问你是 而就在她将消息发出后不久 对面的柳诗诗 也是很快就给出了回应 不是说了吗 我是你二姐 这一下 还真把秦桓给整得有些不会了 也就在秦桓纠结着 该如何回复对方信息之时 那边的柳诗诗 却是连续又发来了好几条信息 算了 姐姐原谅你了 你这不是要来帝都上学吗 而我作为你的二姐 也没什么好送你的 这样吧 以后你上学的零花钱 就由我包了 每个月给你三千万 你想怎么花 就怎么花 啥 你说啥 我说老姐 你该不会真把自己当成柳诗诗了吧 还每月给我三千万零花钱 你咋不说三个亿呢 秦桓在看到柳诗诗的这几条信息后 心中忍不住便是一阵吐槽 哦 是吗 那不知道你这零花钱 能不能提前给我一个月 本来秦桓也只是开个玩笑 但哪里想到 就在他的消息发出去后不到十秒 那边确实立马就回了信息过来 当然可以 我现在就给你转账 现在就给我转账 真的假的 我卡号都还没发你好吧 秦桓如此想着的同时 他的手机突然就收到了一条 来自农行的短信提醒 尊敬的秦桓先生 宁伟号为8427的农行账号 于9月25日9点43分 成功转入3000 0000元 交易后余额为 30020433元 卧槽 这 难道他真是柳诗诗 看着短信上那一长串的数字 秦桓瞬间就有些不淡定了 3000万 这可是3000万呀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对方还真就将钱给打了过来 毫不夸张地说 此时 秦桓银行卡里的财富 直接就超过了 华下98%的人 怎么样 欢欢 钱收到了没 收到了 秦桓深吸了一口气后 这才试探性地问道 姐 你该不会真是那个天后柳诗诗吧 不然呢 我去 还真是啊 得到柳诗诗肯定的回复 秦桓差点没咬到自己的舌头 我的天 你这堂堂的天后巨星 居然成了我姐 姐 这有啥啊 你其他几个姐姐 可比我厉害多了 行了 我这还有事要去忙 以后缺钱了 就跟姐说 拜拜 等等 怎么 钱不够吗 要不我再给你打上3000万 呃 秦桓见状 顿时不由满脑门黑线 我不是这意思 我是想说 这钱太多了 你把账号发我 我这就给你转回去 多吗 多吗 卧槽 这说的是人话吗 这特么是3000万 不是3000块好吧 如果这都还不算多的话 那多少才算多 不得不说 豪横的人 秦桓也不是没见过 但像柳诗诗如此豪横的 他这还真是第一次见 当然多啊 这钱我不能要 还过神来后 秦桓当即回到 在他看来 柳诗诗虽然名义上 确实算是他姐 而且 作为天后巨星 3000万可能还真不算什么 但再怎么说 两人也是 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就这么平白无故的 拿别人这么多的钱 秦桓的第一想法 便是不能要 有啥不能要的 我是你姐 给你钱不是应该的吗 可是 让你拿着就拿着 就这样 我去忙了 让秦桓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事 还不等他这边将自打完 那边的柳诗诗 就像是生怕秦桓 会将钱转回给他一般 信息这才刚刚发出 下一秒就立马关闭了聊天见面 呼 还好本姑娘跑得快 希希 这次可是赚大了 柳诗诗在深深的呼了一口气后 美滋滋的便将手机扔到了一旁 不是 姐 你把账号发给我呗 这钱真的太多了 咱们要是知道我拿了你这么多钱 肯定也不会同意的 喂 姐 你还在不 在不 在不 呃 很显然 秦桓发过去的信息 并未能够得到回应 算了 还是等有机会 亲自还给他吧 接下来 秦桓又和其他几位姐姐聊了一会儿 只不过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一圈聊下来 他的银行卡里 却又多出了三亿七千万 秦桓也不是没有拒绝 但奈何姐姐们的态度 全都和二姐柳诗诗一般 想要将钱退回去 门儿没有 也就在秦桓有些无可奈何之际 他的手机 却在此刻响了起来 喂 你好 请问是秦桓秦先生吗 电话刚一接通 那边就传来了一道 很是好听的女声 嗯 我是 秦桓回道 秦先生 是这样的 对方一听 秦桓确认身份 当即便解释着说道 我这边是乡都农行 刚刚有发现 您的银行卡内 被人打入大量的资金 不知道您本人是否知晓 知晓的 好的 我们问一下 您清楚这些资金 是什么人打给您的吗 要知道 现在国内 本就在进行断卡行动 而秦桓这卡里 突然就多出了 如此多的巨款 被银行找上门来询问 自然也不是啥稀奇事 当然 那您能告诉我 他们的名字吗 可以 你等一下 我看一下微信备注 没办法 秦桓和几位姐姐 本就不熟 自然不可能 立马说出他们的名字 而这也让对面的 工作人员心中 产生了一丝丝的怀疑 可以说 一旦秦桓回答错一个名字 他那边就会立马 选择封卡报警 不过好在接下来 秦桓的回答 并没有出现任何纰漏 愣是翻着微信备注 将每一个姐姐的名字 都给报了出来 好的 秦先生 我能问一下 您和他们的关系吗 还有他们将这么多的钱 转给您 是有什么用途 关系 秦桓听罢 回答道 他们都是我的姐姐 至于用途 说是给我的零花钱 啥 他说啥 这些都是他的姐姐 用途还仅仅只是零花钱 很显然 秦桓的这一说法 完全就超乎了 工作人员的想象 柳诗诗是什么人 那可是华夏国内的天后巨星 堂堂天使传媒公司的老板 至于李明玉 那就更加的恐怖了 要知道 就在刚刚至少有着 十家上市集团公司 同时宣布 由李明玉担任集团董事长 其中就包括 TX科技 字节科技等国内万亿集团 试问这样的人物 现在秦桓确说 是自己的姐姐 这尼玛谁能信 而且 这可是整整四亿的现金好吧 你现在却是告诉我 这特码还仅仅只是零花钱而已 我就想问问 这样的姐姐哪里还有 麻烦也给我来上一打 秦先生 您 您确定 好半天后 那位工作人员 这才难掩震惊地继续问道 当然确定 那行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工作人员见秦桓 回答的并没什么问题 当即便准备挂断电话 不过就在这时 他却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接着说道 对了 秦先生 如果您有空的话 随时欢迎您来我们农行 将普卡换成钻石VIP黑卡 还有我的公号是3688 您也可以向我行提出 让我做您的专属客服 是吗 秦桓听罢 想了想便说道 我下午还得去坐飞机 不知道我们这县城的农行能办不 那恐怕不行 工作人员说着 提到 这样 我现在就让人亲自开车 将您接来市里 您看行吗 可以 行 那我就不打您了 两人谈妥之后 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接下来 秦桓先是去市里的农行 办了一张钻石VIP黑卡 随后 农行那边又亲自派车 将他送到了机场 您好 帮我买一张前往地都的机票 秦桓来到购票窗口 对着工作人员便是说道 好的 麻烦您将身份证给我一下 也就在秦桓 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 将身份证递过去后 下一秒 这名工作人员 却是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拿着秦桓的身份证 不断地在他脸上做着对比 被看得有些发毛的秦桓 忍不住便是问道 怎么 我身份证有什么问题吗 啊 秦桓的话 明显让这名工作人员 疑愣 反应过来后 立马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不 不是 不是就赶紧给我办吧 秦先生 您这个 我们这里办不了哦 什么意思 秦桓听罢 顿时不由一愣 是这样的 工作人员也没耽误时间 对着秦桓便解释道 先前我们有得到通知 机场那边 已经有人替您准备好了私人飞机 您来到机场后 直接去坐就行了 秦桓一听这话就已经明白 这肯定是自家姐姐安排的无疑了 您等等 我这就通知人过来接您 工作人员说完这话 立马就拿着对讲机联系了起来 咦 那好像是秦桓吧 还真是 卧槽 他居然也来坐飞机 这有啥好奇怪的 你可不要忘了 他可是才拿到了五十万的奖学金 说的是哦 他这也算是礼于月龙门了 也就在那边工作人员联系的同时 秦桓在读高中时的死对头 马文豪一群人 正好也来到了机场 当他们发现秦桓之后 立马就小声地讨论了起来 哼 跃个屁 小镇做提家罢了 听着周边同伴对秦桓的吹捧 马文豪心里自然不会太舒服 当即便阴阳怪气地说道 依我看 他这是有点钱了 就找不到北了 那是 他这就是典型的爆发护心理 还学人坐飞机 我看 其他人也不是傻子 马文豪是什么人 那可是相都林安首富马光国的独子 妥妥的富二代 这些家伙平时在学校 那就是马文豪的狗腿子 于是 立马就准备跟着好好的损伤秦桓一番 然而还不等他们将话说完 下一秒 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一幕 却是出现在了眼前 只见有着一位穿着机长制服的男人 带着三名身姿恶挪的空姐 一脸笑容的就走到了秦桓跟前 秦先生好 他们先是恭敬喊了一声 随后对着秦桓便鞠了一躬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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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特么是个啥情况 不得不说 这样的一幕 不仅是马文豪他们没想到 就连当事人秦桓也同样如此 你们是 秦桓看着眼前几人 微微愣了愣神问道 您好 秦先生 我是您的私人机长董文 飞龄十三年长 见秦桓有些愣神 董文当即便介绍着说道 以后您的私人飞机 都将由我替您飞行 您好 秦先生 我是您的私人空姐张晓晓 2020年毕业于南航 飞龄一年零六个月 您好 秦先生 我是您的私人空姐 就在董文介绍完自己之后 其他三位空姐也是紧随其后 秦先生 您看我们是 现在就去停机坪还是 董文看着秦桓 很是恭敬地问道 等一下 秦桓听罢 当即便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你刚刚是说 那是我的私人飞机 是的 董文肯定道 行吧 那咱们现在就过去 听到董文的回答 秦桓不用想都知道 这肯定是某位姐姐送的无疑了 就这样 秦桓几人 很快就通过特殊通道 前往了停机坪 马文豪这边 豪哥 这啥情况呀 那小子咋从那边进去了 要不咱们也跟着看看 我看行 豪哥你觉得呢 去个屁 马文豪听罢 很是没好气地说道 那边是特殊通道 除了VIP客户和私人飞机机主 你们以为谁都能进 什么 真的假的 只有VIP客户和私人飞机机主能进 这 难道秦桓是VIP客户 可是这又怎么可能 众人一听马文豪这话 差点没震惊地咬到自己的舌头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他们眼里 家庭背景本是平平的秦桓 居然还是航空公司的VIP 至于他们 为什么没将秦桓 往私人飞机机主上面想 说到底 还是他们的格局太小了 这边 秦桓再来到停机坪后 看着眼前 那豪华无比的私人飞机 也着实被震撼了一把 而当他顺着楼梯走进飞机内部 这才知道 有钱人究竟是有多么的享受 不仅装修得十分奢华 应用设施 那也是一应俱全 就连小型的高尔富球场 居然也能在飞机内部找到 据秦桓猜测 这样的高配版私人飞机 估计最少也得需要二十亿左右 秦先生 请问 您需要喝点什么吗 秦桓这才刚一坐下 张晓晓就立马推着小车走了过来 红酒吧 不得不说 秦桓之所以说要红酒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 他从未喝过 他倒是想要尝尝 红酒到底是个啥味道 好的 那我这就给您上到一杯罗曼尼康蒂 您看行吗 可以 秦桓哪里懂什么红酒 长这么大 见过最多的 也就是八十二年的拉菲 当然 这见过 也仅仅指的是在小说里 毕竟这玩意儿 在神豪小说中 早就已经成了神豪们必备的装逼名酒 看过不少小说的秦桓 可是说是如雷贯耳 张晓晓见秦桓同意 于是便给他倒上了一小杯 秦先生 您慢用 好 秦桓接过酒杯 先是学着电视里大佬们的模样 很是装逼的轻轻摇晃了一小会儿 随后 将酒杯凑到唇边 抿了那么一小口 擦 我还以为多好喝呢 当红酒进入口腔的刹那 秦桓的第一想法 就是不好喝 没错 就是不好喝 并不是难喝 秦先生 味道怎么样 张晓晓见秦桓微微皱了皱眉 忍不住便是问道 还行吧 也就那样 那要不要给您换上一杯其他的红酒 在张晓晓看来 像是秦桓这样的有钱人 估计对红酒的要求 也不是一般的高 不用 凑合着喝吧 那好 张晓晓点了点头后 便推着小车离开了这里 没多久 飞机便在董文的操作下 缓缓地驶离了地面 相都距离地都 差不多有着三个半小时的行程 秦桓本打算眯眼休息一会儿 哪只眼睛 这才刚一闭上 肩膀上突然就传来了 一阵温香软郁的触感 不仅如此 就连小腿 也被人抬到了座位前的茶几之上 很显然 张晓晓他们的服务 绝对不仅仅限于端茶 送水那么简单 而秦桓也乐得享受 所以也并未制止 按着按着 他就直接睡了过去 差不多三个小时后 秦桓这才从睡梦中醒来 只不过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张晓晓他们 居然还在替他按着 秦先生 您醒了 正在替秦桓 按着小腿的张晓晓 见秦桓醒来 于是立马露出一点笑容问道 需要吃点东西吗 不用 秦桓伸了个懒腰 对着张晓晓问道 还有多久能到 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左右 张晓晓回道 那行 你们也去休息一会吧 见几人早已是一点疲态 秦桓当即 便让他们前往了休息室 半个小时后 帝都大兴国际机场 在告别董文一行人后 秦桓便独自来到了出机口 小兄弟 去哪呀 需要坐车不 秦桓这才刚一来到出口 立马就有着三四名 中年男人围了上来 我再看看吧 秦桓也不知道 姐姐们到底会不会来接他 所以便准备先出去看看再说 然而 他的这一句话 听到这些黑车司机们的耳里 却又是另外一番场景 在他们看来 就秦桓这打扮 明显是个初出茅庐学生 只要能够将其哄骗上车 那还不是想怎么载就怎么载 小兄弟 还有个什么好看的 直接跟我走就是了 其中一人见秦桓想要拖着行李离开 于是赶忙就一把拉住了他 凭啥跟你走呀 哪知就在这时 旁边的另外一人却是不干了 对着秦桓便是说道 小兄弟 你还是跟我走吧 我那可是奥迪车 比他那破车强多了 切 奥迪车很牛吗 我那可是宝马好吧 宝马啊 呵呵 我那 刹那间 在场的几名黑车司机 直接就在机场出口吵了起来 我说几位大叔 你们还是别吵了 我打个出租车就行 眼见几人争吵得越来越凶 秦桓最终也只能无奈地说道 然而 几人一听秦桓这话 顿时就有些急了 其中一人也不管秦桓愿不愿意 当即就将秦桓的行李箱 给抢到了手里 打什么出租车啊 那多贵 还是坐我的车好 老李 你这是啥意思 其他人见状 哪里会有得了他 于是也纷纷伸出了手来 秦桓本就是第一次出远门 又何曾见过这种阵仗 一时之间 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欢欢 也就在这时 突然 一道好听的女声 直接就在几人的身后 响起 听到声音的她们 本能地就转过了头来 其中自然也包括秦桓 死 这两个美女是谁啊 这你码的 也太漂亮了吧 当几人见到来人之后 差点没将眼珠子给瞪出来 不只是她们 周围的吃瓜群众 也在此刻 纷纷停下了脚步 你们刚刚是在叫我吗 反应过来后的秦桓 对着眼前二女 便是有些羞涩地问道 而她之所以羞涩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只因眼前的这两位美女 实在是太过漂亮了一些 作为一个出出茅庐的学生 她这还是第一次 同如此漂亮的女人说话 不然呢 李明玉白了秦桓一眼 略微有些程度地说道 到了也不知道 给姐姐们发个微信 要不是小董告诉我们 你到了 我和你五姐 还不知道要在外面等多久呢 我 秦桓听罢 顿时脸色一红 刚想要说些什么 哪知一旁的夏景熙 却是一把就拍在了 李明玉的翘臀上 行了 欢欢这也是第一次出远门 你没事说她干嘛 死 我的天呀 我刚刚看到了什么 这 而夏景熙不知道的是 就她刚刚这一下 差点没让周围的吃瓜群众 流出鼻血 好吧 好吧 我不说她总想了吧 李明玉撇了撇嘴 转头便再次看向了秦桓 还愣着干嘛 难道还要姐姐我背着你走 啊 秦桓一听这话 本就有些微红的脸色 瞬间红到了耳朵根 刚想要从几名黑车司机手中 抢过形态的李香 哪知就在这时 其中一名黑车司机 却是眼睛低溜一转 对着李明玉便是猥琐说道 美女 要不你们坐我的车 我那可是宝马啊 还坐我的车吧 我免费送你们 其他几人一听这话 哪里会不明白这家伙的想法 于是也紧跟着说道 不用了 我没有车 李明玉刚刚还很温柔的神色 瞬间就变成了一脸冷漠 别啊 我 几人还想要说些什么 然而就在这时 一旁的夏景熙 却是直接就走上了前来 只见他眸光微冷 向着几人就看了过去 死 这 当几人接触到夏景熙的眼神后 倒吸了一口凉气的同时 一个亮枪就摔倒在了地上 恐怖 实在是太恐怖了 仅仅只是一个眼神 就让他们瞬间体会到了死亡的感觉 而他们又哪里会知道 此刻站在他们面前的美女 那可是华夏唯一的女战神 屠杀过的蛮夷 岂止用尸横片也来形容 要不是夏景熙念及同胞之情的话 此刻这几个家伙 估计早就已经吐血晕倒了 毕竟 就连当初那号称 拥有人亡之姿的蛮夷领主 在接触到夏景熙的眼神后 也愣是连续做了长达数月的噩梦 我去 这几个家伙咋了 这也太没用了吧 见到美女就这德行 应该不是 我怎么感觉 他们好像是被吓到了 真的假的 美女还能吓人 很显然 眼前的这一幕 完全出乎了众人的意料 不只是吃瓜群众们有些猛逼 就连秦桓也同样如此 走吧 夏景熙淡淡地吐出这两个字后 顺手就将秦桓的行李箱 给提在了手中 三分钟后 机场停车场内 秦桓几人这才刚刚来到 就发现不远正聚集着不少人 看他们的模样 似乎是在围观着 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而等到李明玉两人 带着秦桓走近 秦桓这才发现 这些人围观的正是一辆跑车 我乐个去 这车也太帅了吧 秦桓见状 忍不住便感叹了一句 虽然他对车是一点也不懂 但不得不说 眼前的这辆跑车 确实有经验了到他 据秦桓猜测 其价格绝对是天价无疑 耗子 你知道这是啥车不 也就在这时 围观中的一人 对着身边的兄弟便是问道 不清楚 我在地可是待了三四年 貌似都没有见过 耗子说着 当即便拿出来手机 等等 我百度一下看看 百度个啥 这不就是兰博基尼毒药吗 耗子刚要百度 哪知身边的其他人 却是立马就给出了答案 真的假的 这就是兰博基尼毒药 我可是听说 这车貌似能值九千万 而且全国也只有十三辆哦 啥 这车值九千万 而且全国还只有十三辆 在场众人一听这话 差点没震惊地 咬到自己的舌头 不行 这可是千载难遇的好机会 我得和这车拍张照片才行 我也要 我也要 几个屁啊 排好队 大家一个个来 我说你这女的 能讲一下文明波 插队就算了 你靠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这位置是我的了 你们谁也别和老娘抢 一时间 刚刚还在围观的众人 顿时就拿着手机 开始了疯狂地自拍 本来还有人提议 一个个排好队 但奈何根本就没有人听 而且由于这边的动静 越来越大 没多久 前来自拍的人群 瞬间就出了两三倍 麻烦让下 也就在这时 让秦桓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家的五姐夏锦西 居然也挤进到了人群当中 而且他所到之处 每一个人就像是喝了假酒一般 纷纷向着两边倒去 没一会儿 就见夏锦西 已经走到了车门旁边 喂 我说你这人啥情况 是啊是啊 排队会不会 这也太没素质了吧 老子 这才好不容易找好位置 你 被击倒在地的众人 刚想要继续破口大骂一番 然而就在这时 夏锦西却是转过了头来 死 我的天呀 这 这女人也太漂亮了吧 当众人看清楚 夏锦西的容貌后 忍不住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漂亮的女人 她们也不是没见过 毕竟在她们这种人当中 就有着好几个 容貌还算是不错的女孩子 但要和夏锦西相比的话 那却只能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啊 当然 作为女孩子 谁又愿意承认比别人差呢 更何况 刚刚夏锦西的行为 明显是没有将她们放在眼里 只见其中一名身着 略微有些暴露的女人 从地上爬起的同时 指着夏锦西便是怒声说道 我说 你这女人 你知道我这身衣服多少钱吗 竟然敢将我推在地上 是啊是啊 今天你要是不赔钱的话 我和你没玩 什么玩意儿 真以为有着三分姿色 谁都会让你 也就在那女人说完之后 其他的几名女生 也是立马就跟着附和了起来 至于一旁的那些男人们 再见到这一幕后 本能的反应 便是想要来个英雄救美 不过还不等他们有所行动 站在秦桓身旁的李明玉 却是抢先一步 就走到了夏锦西身边 谁叫你们挡在我们车前的 你们这摔倒也是活该 我勒个去 今天这是捅了美女窝了吗 这咋又来了一位美女 很显然 李明玉的出现 又一次震惊到了众人 等等 她刚刚说啥 这是他们的车 卧槽 真的假的 这可是兰博基尼毒药好吧 他们这么年轻 也能买得起这样的豪车 震惊过后 众人顿时就对李明玉的话 产生了怀疑 你少吹牛 我看 也就在这时 先前那名女生 当即便想要嘲讽两句 只不过还不等她将话说完 就见李明玉 缓缓从自己的LV包包里 掏出了一枚逼格十足的车钥匙 然后当着在场众人的面 直接就暗响了旁边的兰博基尼毒药 我去 这 这尼玛 还真是她的 车声响起的同时 在场众人就好似实话了一般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车居然还真是李明玉的 而那刚刚还在叫嚣的女人 此刻早就已经震惊的下巴度 快要掉在地上了 什么叫打脸 这特么的 就叫做打脸 至于在找李明玉 他们赔钱 说实话 恐怕借给她三个胆 也是不敢的 毕竟拥有这种豪车的人 她又怎么可能惹得起 欢欢 你会开车不 没去管在场众人适合表情 李明玉微微一笑 对着秦桓便是问道 会的 秦桓回道 那行 那这车就送给你了 李明玉听罢 直接就将车钥匙抛给了秦桓 随后拉着夏景西 却是走到了不远处的另外一样车旁 上车 点火 动作可谓是一气呵成 而秦桓这边 也是没有耽误时间 在将行李放入车内之后 当即就坐进了毒药的主驾驶 毕竟 她也是有着驾驶症的人 只是稍微研究了那么一下 便也很快就跟着打着了火 滴滴滴 随着几声鸣笛声响起 就见他们的这两辆豪车 笔直地驶向了停车场出口 我乐个去 这两个美女到底是谁啊 这尼玛的 也太有钱了吧 可不是嘛 兰博基尼毒药说送就送 真羡慕那小子啊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除了那辆兰博基尼毒药之外 剩下的那辆 貌似是劳斯莱斯幻影吗 啥 劳斯莱斯幻影 我的个天呀 那车好像也要几千万吧 看着豪车离开的背影 待场众人羡慕的同时 内心也是震撼不已 本以为有着一辆兰博基尼毒药 就已经很是了不起了 但哪里想到 剩下的那辆 居然也是天价豪车 这边 李明玉他们 在驶出停车场后 直接就开上了国道 一路上 秦欢所开的 这辆兰博基尼毒药 可谓是转足了眼球 不少路上的行人 甚至还拿出手机拍起了视频 半个小时后 帝都某步行街停车场 姐 咱们来这干嘛啊 秦欢刚一下车 对着李明玉二人便是问道 还能干吗 给你换身装备啊 李明玉上下打量了秦欢一番 这才淡淡说道 你可是我李明玉的弟弟 穿这么一身像什么话 况且等一下我 还得带你 去参加一个会议 可不能让人小瞧了你 我这身挺好的呀 秦欢弱弱说道 好什么好 你听解的就行 那 那好吧 见李明玉都这说了 秦欢最终也只能是点了点头 就这样 几人再出了停车场后 在李明玉的带领下 直接就来到了门口 一家名为阿玛尼的专卖店 行 那咱们就从这家开始吧 李明玉说着 当即就带着秦欢两人走了进去 你好 请问 见到有客人走近 服务员上前的同时 刚想要说些什么 但当他看清楚来人之后 却是立马就弯下了腰来 老板好 什么 老板 难道是老板来了 正在店内的其他人员 在听到这一声老板后 也是赶忙就看了过来 卧槽 还真是 当他们确认来人是李明玉后 哪里还敢有所耽搁 赶忙放下手中的工作 全都在第一时间 站到了李明玉的跟前 随后在店长刘思思的带领下 对着李明玉便是弯腰齐声喊道 老板好 嗯 你们好 李明玉恩了一声 当即摆了摆手说道 都去忙吧 让小刘陪着就行了 好的 老板 众人点了点头后 很快在场就只剩下了刘思思一人 老板 您是来巡查的吗 见其他人离开 刘思思对着李明玉 不由好奇问道 不是 李明玉否定的同时 直接就将秦桓拉到了跟前 这是我弟弟秦桓 我是来帮他挑上几件衣服的 弟弟 刘思思听罢 这才向着秦桓看了过去 不得不说 秦桓的穿着虽然很是一般 但容貌却是相当的帅气 刘思思只是看了那么一眼 脸上瞬间就浮出了一抹红霞 对了 店里最近有没有到什么新款 李明玉问道 有的 那行 带我们过去看看 就这样 三人便在刘思思的带领下 很快就来到了一众新款衣服跟前 欢欢 你自己挑还是我们帮你挑 李明玉随意地扫了一眼面前的衣服后 对着秦桓便是问道 我自己看吧 秦桓说完 当即就向着眼前这些衣服看了过去 不得不说 大品牌就是大品牌 不仅衣服的用料十分的高档 就这款式那也是相当的好看 而秦桓的身材 本就是所谓的衣架子 如果这些衣服能穿在他身上的话 那绝对是锦上天花无遗 只不过 当秦桓看到这些衣服上的价格后 却是立马打起了退堂股 姐 要不还是算了 要知道 就眼前的这些衣服 随便一件标签上的价格 那都是五位数 而且 其中还有着那么两三件 甚至达到了六位之数 算个啥 李明玉一听秦桓这话 哪里会不明白他的想法 当即便是说道 你该不会是觉得太贵 所以不想要 这逗 然而 还不等他将话说完 突然一个很是大大捏捏的女生 直接就从身后转了过来 宝贝 想要啥随便挑 好的 亲爱的 紧接着 又是一道谄媚男生传来 亲爱的 那边好像都是新款哦 我能过去挑吗 当然 谢谢亲爱的 男人说着 立马就一脸欣喜的 来到秦桓他们这边 卧槽 这两妞也太漂亮了吧 男人刚想要上前搭讪一番 不过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下一秒 直接就无视了夏锦西二女 伸手就将面前一件价值 在十八万左右的衣服 给抓在了手中 相比美女而言 她明显清楚自己更需要什么 亲爱的 我想要这件可以吗 男人拿着衣服比划的同时 对着向她走来的肥胖中年女人 便是一脸期待地问道 我看看 女人并未立马同意 而是走上前来看了一眼衣服上的价格 行 这也不贵 你喜欢就拿吧 很显然 这女人绝对是富婆无一 毕竟那件衣服可是在十八万左右 她说这话时 却是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亲爱的 我还想多挑几件可以吗 然而那男人 又怎么可能会轻易满足 天天面对如此肥胖的中年妇女 她还得忍着恶心 当着外人的面 不停地喊亲爱的 甚至私下里 还得满足一些BT的要求 作为回报 她可不想就这么算了 这 肥胖女人听罢 明显有些犹豫 一见她确实不觉得贵 但要是一次买上几件的话 那还是有些肉疼的 怎么了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男人见状 立马就装出了一副 很是生气的样子 宝贝 我怎么可能不爱你 见男人生气 肥胖女人也是 豁出去了 行 我给你买 给你买还不成吗 我就知道 亲爱的对我最好了 男人说着 还不忘强忍着恶心 在这女人脸上亲了一口 亲爱的 那我可就挑了 也不等肥胖女人有所反应 男人的手 就已经向着面前的衣服 伸了过去 等等 而也就在这时 一旁的李明玉 却是叫住了她 有什么事吗 男人问道 在她想来 莫非眼前这美女 对自己有啥想法 不仅是她如此认为 就连那肥胖女人 也同样如此 说实话 这要是被李明玉 知道他们的想法 估计非得将隔夜饭 都给吐出来不可 是这样的 李明玉露出一脸 抱歉的表情 解释着说道 这里的新款 我们全都要了 要不你们买其他的 毕竟这是自家的店面 而且 李明玉又是生意人 对于顾客 她还是非常尊重的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她这番话 听到那男人的耳朵里 却是相当的不爽 这主书的鸭子 岂能就这么肥了 凭啥你们说要就要 男人嘴角一瞥 很是不愤地说道 还全都要了 你们有那么多钱吗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 李明玉懒得与其争辩 当即就准备让刘思思 将面前的所有衣服打包 在她看来 既然秦桓自己不挑 那就干脆替她都拿下 然而 还不等李明玉开口吩咐 那男人却是抢先一步 对着刘思思便是质问道 我问你 你们店里的这些衣服 到底是卖给谁 先生 不好意思 要不您看一下其他的款式 虽然刘思思并没有正面回答 但恐怕就连傻子 都能听出其中的意思 而这一下 也着实将男人给气得够呛 好好好 男人连说了三声好后 转头便故意对着肥胖女人大声说道 亲爱的 我记得你好像有说过 这家店的老板是你朋友对吗 这 肥胖女人犹豫了片刻 这才有些心虚的回答 当然 那你赶紧打电话给他们老板 我还就不信了 要不算了 肥胖女人说道 其实她的内心 还巴不得李明玉他们 将衣服全都买去 这样也就不用自己花钱了 更何况 她说认识这家店的老板 那完全就是在吹牛 亲爱的 你就忍心 让我咽下这口气吗 这 那好吧 肥胖女人实在是没辙 最终也只能是掏出手机 在假装拨了个号码后 便当着在场众人的面 打起了电话 喂 亲爱的 在哪呢 是吗 你去挪威了呀 我能找你啥事 刚才在你店里看上了几件衣服 你这店员 好像不太愿意卖给我 别啊 人家打工也不容易 开除人家干嘛 嗨 咱俩谁跟谁 你要给我打折 我可生气了 行行行 拜拜拜拜 不得不说 肥胖女人的演技 可谓是相当的不错 这要不是自家老板 就站在身旁的话 刘思思估计 还真有可能被她给唬到 怎么样 看到了没 现在应该知道 将衣服卖给谁了吧 见肥胖女人打完电话 那男人立马就鼻孔朝天的 对着刘思思说道 我家亲爱的 可是你们老板的朋友 要不是他心地善良的话 刚刚你可就被开除了 不好意思 先生 刘思思听到男人这话 当即便强忍着笑意说道 我还是那句话 要不您再看一下 其他的款式 拿自己老板说事 老板就站在自己身边好吧 卧槽 你这什么意思 男人本还想装出一副 很是大度的样子 但哪里想到 刘思思却是根本不给她留情面 当即脸色一冷 冲着刘思思便是说道 你给我等着 马上就让你好看 说吧 转头便再次看向了肥胖女人 亲爱的 赶紧再给她老板打个电话 今天必须把她开除才行 从男人此刻脸上的表情 就能看出 她是真的怒了 这 肥胖女人听罢 确实有些犹豫 别人不知道 也就罢了 她自己可是清楚得很 刚刚那通电话 完全就是 她瞎拨的一个号码 真让她通过一个电话 就能开除刘思思 那还别开玩笑了 亲爱的 你还愣着干嘛 赶紧打呀 男人见肥胖女人 愣在原地不动 立马就走上前去 摇着肥胖女人的胳膊 便是撒娇着说道 打个屁呀 哪知就在这时 肥胖女人却是 强忍着尴尬说道 我闺蜜好不容易 出去旅游一趟 没事打搅她干嘛 这事还是等她回来 再说吧 什么 等她回来 那不得猴年马月呀 男人一听这话 顿时就不干了 亲爱的 你就忍心我 被人家这么欺负吗 什么欺负不欺负的 下次再来不也行吗 我不管 今天你必须丢买 不然我 我就不跟你好了 男人一咬牙 当即便是威胁着说道 你 然而肥胖女人 又哪里受得了 区区一个玩物的威胁 还不跟老娘好 真以为又得了你吗 我不得不说 这一巴掌 直接就将男人 彻底给打醒了 是啊 她只是一个玩物罢了 威胁金主 她自己想想 都觉得有些搞笑 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滚出去 肥胖女人 狠狠地瞪了男人一眼 当即就迈不向着 门口走了过去 男人见状 捂着脸颊的同时 犹豫了片刻 最终还是一脸谄媚地 跟了上去 在她看来 刚刚这一巴掌 可不能白挨 非得换个店铺 而就在她们走后不久 这边的刘思思 也是已经让人替秦欢 将所有新款衣服 全部打包装好 老板 衣服已经全部打包 您看是直接带走 还是派人送去您的庄园 刘思思看着李明玉 对着她便是问道 派人送去庄园吧 李明玉听罢 于是说道 我们这还得去其他店里 好的 刘思思点了点的 立马地安排了起来 至于李明玉 则是带秦欢两人 直接就走出了店内 接下来 第二家 范思哲 第三家 路易威登 第五家 古池 第六家 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 李明玉就带着秦欢二人 将步行街内的 三十多家奢侈品店 全都给逛上了一遍 至于为啥用时这么短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只因李明玉进去的第一句话 便是将所有新款 全部给我打包 送去庄园 没错 就是如此的霸气 就是如此的豪横 要知道 这些店内的新款 每一家都至少有着十几二十件 而且随便一件的价格 就至少在十万左右 也就是说 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时间里 李明玉就已经替秦欢 花了一个亿左右 用一个亿来给弟弟买一副鞋子 毫不夸张地说 整个华夏除了李明玉之外 根本就不可能有第二个人 当然 其实李明玉购买的这些东西 也并没有花自己的现金 只因这整个步行街内的奢侈品店 全都是他名下的产业 而且不仅仅是店面 就连这些店面的地皮 也全都是他一人所有 欢欢 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吗 几人走出圣罗兰店面的同时 李明玉对着秦欢便是问道 没有了 秦欢赶忙摇了摇头 不由苦笑着说道 大姐 您这买的实在是太多了 在他看来 就刚刚这一会儿 买的衣服裤子鞋子 估计加在一起 都得装满一卡车了 这多个啥呀 你二姐的衣服 可比你这多多了 李明玉撇了撇嘴 不由淡淡说道 再说了 这都是咱自家的店 要是还不能给你 多准备一些衣服鞋子啥的 那姐姐还开它们干嘛 呃 秦欢听罢 顿时不由满脑门黑线 行了 你这还少块手表 姐姐带你再去拿上一些 不难听出 李明玉在说出这话时 就跟普通人去买啥大白菜一般 也就十分钟不到 就见他们三人 再次从三家奢侈中表店内走出 而且早就一身奢侈品的秦欢 此时手上又多出了一块 精美绝伦的手表 如果有董行的人在 那肯定就会立马认出 这块手表便是百达斐力 Caliber89 其价值 保底三千五百万以上 就目前而言 整个华夏 秦欢应该是第三个 拥有此款万表的人 当然 秦欢手上只带了这么一块 并不代表李明玉 就只给他买了这么一块 要知道 就在刚刚进门之后 李明玉可是让这些店内的店长 将每一个品牌最贵的二十款万表 全都给他打了包 也就是说 三家店面加在一起 李明玉一共给秦欢拿了六十块万表 哪怕一天换一块 也能让他足足换上两个月 至于其价值 完全只能用天价来形容 毕竟除了百达斐力之外 剩下的两家品牌 可是僵尸单顿和泰格豪雅 毫不夸张地说 就这几个品牌 随便一块手表都得上百万 更何况 李明玉还是打包的前二十 相信没有个十亿 估计也有个八亿 说实话 秦欢是真有些想不明白 李明玉对自己这么大的手笔 究竟是图哪些 难道他真是个宠地狂魔 大姐 咱们现在去哪啊 秦欢看着自己这一身的潮牌 苦笑着对着李明玉便是问道 老实说 穿惯了便宜货的他 此时穿上这些奢侈品 还真感觉有些不太适应 而且秦欢还发现 只要是路过的行人 基本上都会忍不住 向他多看上几眼 其中还不乏有着 好几名长腿美女 对着他抛媚眼 要不是李明玉他们这种角色在身边 估计早就走上前来 索要联系方式了 去公司吧 我还得带你 参加一个董事会议 李明玉先是整理了 一下秦欢的衣领 随后这才微笑着说道 董事会议 秦欢听吧 顿时不由一脸猛逼地问道 我去参加那个干嘛啊 你去就知道了 李明玉并没有过多解释 说完就带着秦欢两人 再次来到了停车场 与此同时 TX科技大厦门前 卧槽 马总他们这是在等谁啊 搞得这么隆重 都快等一个小时了吧 鬼知道 好像公司的高层 全都在这了吧 可不是吗 难道是有什么大人物要过来 大厦门口的保安 看着眼前诸多的公司高层 忍不住便是一阵小声议论 毕竟这种场面 从他们进入公司以来 还真是第一次见 大人物 还能有什么人能比老马还牛 切 老马算个球 难道你们不知道 公司已经换了董事长吗 我去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 照这证实 莫菲他们是在等新任的董事长 我看很有可能 也就在这边保安们 讨论的正欢之时 此时大厦门口 等待已久的一众高层 其中有着那么几位董事 忍不住就对着马华菲抱怨了起来 马总 李董他有说什么时候过来吗 咱们这可是都等了他一个小时了 是啊是啊 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 我那还有朋友 等着约我喝茶呢 我都服了 不就是开个会吗 还非得让我们全都过来 依我看 他 也就在其中一位董事 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突然不远处 就有着两辆豪车行驶了过来 行了 大家都别抱怨了 准备好迎接李董 一旁的马华菲见状 赶忙就对着众人招呼着说道 那几位董事听罢 却是不懈地撇了撇嘴 在他们看来 自己等人那可都是董事 虽然李明玉是大股东 但他们也不是什么小角色 能站在这里 就已经是给他添大的面子了 避避 伴随着一阵汽车鸣笛声响起 很快 李明玉他们的车辆 就停在了众人跟前 马华菲见状 则是立马就小跑到了 劳斯莱斯幻影车门旁边 一脸谄媚的 就将副驾驶给打了开来 大小见 嗯 李明玉恩了一声 直接就从车上走了下来 至于秦桓和夏景熙 自然也是一样 不得不说 秦桓是真没有想到 李明玉所说的公司 居然会是大名鼎鼎TX科技 要知道 TX科技 那绝对是华夏互联网企业 数一数二般的存在 能来这里 秦桓可以说是想都不敢想 欢欢 你过来一下 李明玉下车后 对着秦桓就招了招手 正在打量着TX科技大厦的秦桓厅吧 很快就来到了李明玉的身边 欢欢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TX科技现任的执行总裁 马华菲马总 见秦桓过来 李明玉指着马华菲 便是介绍着说道 马华菲 卧槽 他不是TX科技的董事长吗 咋成执行总裁了 要知道 秦桓这一天来 根本就没有时间看手机 所以对于今天发生的重大新闻 完全就不曾听闻 马总好 秦桓虽然有些想不明白 但还是礼貌地对着马华菲伸出了手 哈哈 不敢当 想必您就是小少爷吧 还真是一表人才啊 马华菲见状 赶忙就伸出双手握住了秦桓的右手 脸上表情 要多热情 就有多热情 对了 这位是 也就在这时 马华菲很快就发现了一旁气场十足的夏锦西 这是我五妹 小夏 李明玉剑霸 却只是随意地介绍的一句 五妹 我的天呀 难道这就是那位华夏唯一的女战神 马华菲本就是聪明人 加上李明玉这简短的介绍 连名字都用小夏来称呼 他自然立马就猜出了夏锦西的身份 哪里还敢多问些什么 对着夏锦西点了点头后 转头就再次看向了李明玉 大小姐 会议室已经准备好了 您看 现在过去还是 现在就过去吧 李明玉也没多说 迈步就带着秦桓两人走在了最前面 至于马华菲他们 也是赶忙就跟了上去 十分钟后 某间会议室内 今天将大家全都叫来 主要是有着一件事需要宣布 等到所有股东坐下之后 李明玉先是将秦桓安排站在了自己身旁 随后 这才淡淡地开口说道 这件事便是 从今天起 TX科技的董事长一职 将由我弟弟秦桓担任 至于我 则是从此退出TX科技 什么 让我当TX科技的董事长 我的个亲娘舅舅 大姐 您这是在开什么玩笑 这可是市值上万亿的集团公司好吧 你就这么轻易送给我了 秦桓一听这话 差点没一个亮墙摔倒在地 他本就觉得 这些便宜姐姐们 简直是大方的出奇 但哪里想到 尼玛居然大方到了如此程度 万亿资产说送就送 这特么说出去 谁能信 至于在场的众人股东 自然也没好到哪里去 一个个瞪大着双眼 简直都不敢相信他们的耳朵 要知道 从今天上午宣布李明玉为董事长 到现在 也才仅仅过去几个小时 现在又要更换董事长 而且还是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屁孩 一时之间 回过神来的在场股东 立马就炸了毛 只见其中一人 当即就站起了身来说道 我不同意 就你弟弟这乳秀未干的样子 他凭什么当我们集团的董事长 廖总说的没错 我也不同意 还有我 公司可不是你李明玉一个人的 我坚决反对 没错 作为股东 我绝对不允许你任人为亲 其他股东们听罢 也是赶忙就附和着说道 他怕 听到在场众人的这番话后 还不等李明玉开口 马华飞伸手就猛拍了几下桌面 都给我安静一点 吵吵闹闹的 像什么样子 马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都是股东 难道反对 也不行 是啊是啊 反正这是没得商量 很显然 现在只是执行总裁的马华飞 根本就镇不住这群股东 反对 也就在这时 李明玉吃笑一声 很是不屑地说道 就凭你们的那边股份 你们有反对的资格吗 卧槽 你说什么 廖总一听这话 顿时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指着李明玉 不由脸色铁青地说道 李明玉 我们就算股份再少 那也是股东 TX科技 可不是你的一言堂 廖总说的没错 今天你就算说破天 我们也是不会同意的 哼 李明玉听罢 撇了撇嘴 不由淡淡说道 我需要你们清楚 我才是公司的最大股东 我的决定 便是公司的最终决定 你们如果有其他想法 要么给我老老实实地吞回去 李明玉说完这番话后 还不忘一脸嘲讽地 扫视了在场众人一眼 要知道 李明玉可是占了 TX科技88%的股份 任何决定 只要他拍板 其他人哪怕再想要反对 那也是根本无济于事 你 在场众人一听这话 差点没被气个半死 想要进行反驳 却又无处下嘴 他们都是聪明人 又哪里会不清楚 李明玉的话 完全没毛病 刚刚他们之所以反对 也完全是逞一时之气罢了 至于卖掉TX科技的股份 哼哼 估计只有傻子才会这样做 怎么样 不知道你们 还有没有意义 见众人一个个在那里 气得脸红脖子粗 李明玉当即便对着 廖总似笑非笑地说道 廖总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手里应该只有 区区6%的股份吧 你要是实在是 接受不了我的决定 其实你也可以将股份 全部卖给我的 怎么样 需要卖掉不 我马上就能给你现金 我 我才不卖 被问到的廖总 听到李明玉的这番话后 憋了老半天 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 挤出来了这么几个字 说实话 他毫不怀疑李明玉 这话的真假 毕竟他是真有着实力 要知道 就在今天上午 可是至少有着 十家上市集团 同时宣布李明玉 为董事长 其中还不乏 有着好几家企业 市值一点也不比 TX科技差 试问 这样恐怖如斯的李明玉 买下他区区一点股份 那还不是跟吃饭一样简单 他现在倒是很担心 李明玉为了 从他们手中夺回股份 会不会选择注入大量资金 从而稀释 他们手中的股份 如果李明玉 真的要做的话 可以说 他们根本就连 还手的能力都没有 既然不卖 那就老老实实地 给我坐下 你 辽总傲娇的冷哼一声 最终还是乖乖地坐了下来 那你们呢 也就在这时 李明玉又转头 看向了在场其他人 我们 服从李董安排 他们也不是傻子 第二股东辽总都妥协了 他们哪里 还敢有所反对 这还差不多 李明玉见霸 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 就让马华飞将一份股份转让合同 递到了秦桓面前 欢欢 我已经签过字了 接下来你 只要签上你的大名 以后这TX科技 那就属于你了 李明玉在说这话的同时 直接就从首位上站了起来 大姐 要不还是算了 秦桓看着面前那合同 不由苦笑着说道 我还只是一个学生 这公司也太大了 恐怕我根本就管理不过来 别到时候给你搞倒闭了 在场众位股东 听到秦桓这话 心中不由想到 哼 算你小子 还有点自知之明 算什么算 哪知就在下一秒 听到他这话的李明玉 却是一把就将秦桓 给按在了座位之上 不会管理 就不会管理呗 咱们公司又不是没有管理团队 你当个甩手掌柜就好 再说了 倒闭算个啥 大不了到时候 再送你其他公司就是了 啥 我说大姐 您这也太任性了吧 这好歹 这也是上万亿的集团 我怎么感觉 你就像是 对待一个小摊位一般 秦桓听到李明玉的这番话后 差点没直接 一个亮枪摔倒在地 至于在场的其他股东 也同样没好到哪里去 一个个的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简直都有些怀疑 他们这是不是产生了幻听 什么叫任性 什么叫好横 这特么的就是任性 这特么的就是好横 说实话 他们现在是真的羡慕秦桓 竟然能拥有如此好横的姐姐 这可是上万亿的集团啊 尼玛的 居然说送就送 而且 就连哪怕有一天倒闭之后 秦桓也能接手其他的公司 他们此刻就想问问 这样的姐姐 哪里还有 麻烦 也给我们来上一打 行了 赶紧签了吧 李明玉将笔 递到秦桓面前 一脸的迫不及待 看他那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啥即将破产的公司 等待着大渊种接手呢 那 那好吧 没办法 秦桓最终也只能勉为其难的 接过钢笔 在股份转让合同上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啪啪啪 伴随着一阵掌声响起 会议也是终于到此结束 接下来 秦桓几人 便在众位高层股东的陪同下 先是在整个大厦逛了一圈 作为董事长的秦桓 自然是走在最前面 这也就导致 见到这一幕的员工们 纷纷都在猜测秦桓的身份 而当他们得知 秦桓就是他们新任的董事长后 男员工则是点头哈腰 女员工则是频繁按送秋波 当然 对于这一切 秦桓还是表现得相当淡定的 在他看来 既然现在自己是董事长 那就必须有董事长的派头 随后 他们一行人 又再次回到了大厦门口 老姐 咱们现在去哪啊 回家 说着 三人便在马华飞他们的恭送下 再次驶离了这里 车辆一路急迟 也就半个小时左右 秦桓三人很快就来到了 帝都郊区的一处半山腰下 此时在这山腰的正下方 正有着一群身穿保安制服 手持电棍的镖形大汉 不停地在那里巡视 如果仔细去看的话 不难发现 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些残疾 譬如为首的那名保安 似乎就少了一只左手 然而他们虽然残疾 但从他们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场来看 绝对不会是什么普通人 敬礼 当他们见到行驶过来的车辆后 敬礼的同时 也是赶忙就将路上的栅栏 给升了起来 小王 你们辛苦了 夏景熙摇下车窗 先是对着在场众位保安们 扫视了眼 满意地点了点头后 这才微笑着开口说道 首长 是您 您回来了 见到车上之人 这些保安 立马就一脸欣喜地围了过来 嗯 夏景熙摁了一声 不由问道 怎么样 在这里还习惯吗 这 习惯倒是习惯 就是 您懂的 为首的大名保安 晃动着手中的电棍 不由苦笑着说道 要知道 他们之前可都是 001集团军中的一员 手中的武器 那都是清一色的特种装备 现在却是换成了电棍 心里难受 也是人之常情 我看呀 你们这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夏景熙撇了撇嘴 很是语重心长地说道 既然你们都退役了 那就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 天天湿山血海的 有什么好 这 行了 我这还得回家一趟 有空再请你们喝酒 好的 众人点了点头的同时 又一次向着夏景熙进了一礼 十分钟后 秦桓三人 这才终于将车开到了目的地 看着眼前那高耸的院门 坐在车内的秦桓 差点没将下巴给惊掉在地上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李明玉口中的庄园 竟然连个院门 都是如此的恢弘霸气 避避 伴随着汽车鸣笛声地响起 那足足有着上千斤的院门 也是被人从里面给打了开来 欢迎大小姐回家 院门这才刚一打开 映入眼帘的 便是十多位穿着女仆装的美女 此时 他们全都站在门口两旁 说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也是丝毫不为过 虽然他们容貌和气质 比不上李明玉吉女 但要是走在大街上 那也绝对是回头率百分之百 说实话 秦桓是真没有想到 自家姐姐哪怕是挑保姆 居然也是如此的有眼光 而秦桓又哪里会知道 这些女仆们不仅容貌十分的出众 其实力也是相当的不容小觑 可以说 他们随便拉出一人 最低的学历都是研究生 也就在秦桓暗自感叹之际 李明玉二女 却是从车上走了下来 随后 就见他们来到了秦桓车前 欢欢 下来吧 哦 秦桓呕了一声 这才从车上下来 大姐 这就是你家吗 这也太气派了吧 秦桓四下扫尸了一眼 简直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这庄园 不仅面积很是庞大 里面的配置也是相当的有格局 亭台 楼阁 甲山 绿植 喷泉 汉白鱼的地板等等 可以说 只要是是能想到的 基本上全都能在这里看到 而且最让秦桓震惊的是 如此庞大的庄园 居然就只在最中间的位置 建立了一栋欧式风格的别墅 虽然这栋别墅 要比一般的别墅大上两三倍 但秦桓怎么看 都感觉如此大的面积 就只见这么一栋别墅 实在是太过于浪费 哪怕此地是处于帝都的郊区 但再怎么说 也是寸土寸金的地方 如果不是有钱到相当恐怖的地步 估计还真没几个人敢如此的奢侈 什么我家 这是咱们家好吧 听到秦桓这话 李明玉立马就纠正的说道 以后你就和我们一起住了 一起住 不然呢 李明玉撇了撇嘴 不由淡淡说道 当然 如果你想住的里学校近一点 姐姐也是可以替你在学校附近 买上一栋学区房的 这 还是算了吧 秦桓一听这话 赶忙就摆了摆手 行了 这个以后再说 咱们先进屋 你那几个姐姐 估计都已经等着急了 李明玉说着 当即就准备带着秦桓离开 不过就在这时 她却是想到了什么 转头便对着在场众位女仆说道 这位是我的弟弟秦桓 以后他就是你们的小少爷 他的话就是我的话 都听清楚了没 听清楚了 众女齐声音试的同时 立马便对着秦桓喊道 小少爷好 啊 你们好 秦桓听罢 不由尴尬地挠了挠头回道 很显然 第一次被人叫少爷 他还真有些不太适应 而他的这一囧态 看在众女的眼里 却是格外的可爱 行了 咱们进去吧 李明玉也没再耽误时间 直接就带着秦桓二人 向着不远处的那栋别墅走了过去 至于停在门口的这两辆豪车 女仆们自然会帮着开进停车场内 我去 这小少爷也太帅了吧 则则则 我还真没有想到 大小姐居然还有个弟弟 谁说不是呢 关键着弟弟还姓秦 秦桓一听就是个帅哥的名字 嘻嘻 刚刚他那挠头的模样 简直是要把本姑娘的心都融化了 确实确实 真的好可爱 看着秦桓三人离开的背影 在场的众位女仆 忍不住就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不难发现 他们每一个人 在说到秦桓时 眼睛里都是一彩连连 与此同时 秦桓三人 也是很快来到了别墅门前 由于别墅的大门 本就处于敞开状态 秦桓一眼就看到了里面的一切 除了极致奢侈的装修之外 里面貌似 还有着好几位不弱于李明玉的美女 在那里忙碌着什么 各位小逆子 都在忙什么呢 来到门前的李明玉 冲着大厅里面便是喊道 大姐 是大姐回来了 听到声音的众女 立马就一窝蜂地小跑来到了门口 他们先是和李明玉拥抱了一番 随后这才发现 门口似乎还站着两人 怎么 连我也不认识了 夏景熙撇了撇嘴 装出一副很是不开心样子的说道 要知道 由于夏景熙这些年来 哪怕是过年 都基本上待在边疆 所以 老致他们一时半会儿 还真有些没太能认出来 景熙 你是景熙 五姐 你也回来了呀 我们这都快六年多没见了吧 五妹 我好想你呀 回过神来的众女 赶忙就再次与夏景熙拥抱了起来 而等到他们拥抱完后 这才终于将目光 放在了秦桓的身上 大姐 这就是咱们的弟弟秦桓吧 看上去还挺强壮的嘛 三姐装萌萌先是 仔细地打量了秦桓一番 随后边拍着秦桓的胳膊边说道 欢欢 你这对国术感兴趣吗 要不三姐我教你国术 我 秦桓听罢 刚想要说些什么 哪知就在这时 四姐夏景言 却是一把就将她的右手 给握在了手中 一边研究 一边嘖嘖有声地感叹道 嘖嘖嘖 这手一看 就是天生的厨神好吧 怎么样 欢欢 想跟着四姐 我学厨艺不 学什么厨艺啊 她这欠欠手指 明显是块学艺的好材料 七姐唐诗廷反驳的同时 一把就将秦桓的右手 给抢到了自己手中 屁的学艺 咱们家欢欢 怎么能做那么学心的事 一旁的六姐和文文 立马就不干了 依我看 欢欢一看就是搞艺术的 还是跟我学写作比较靠谱 学什么写作 那能有多大出血 还是跟我学国术 学厨艺 必须学厨艺 欢欢 你别听他们的 还是跟我学艺术 不行 必须 不得不说 秦桓此时 简直就是一个头两个大 感觉就像是掉进了 盘丝洞里一般 好在就在这时 一旁的大姐李明玉 开口便制止了他们 行了 都吵什么吵 欢欢这第一次回家 你们可别把他丢下跑了 这 众女一听这话 顿时也是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朝着大姐李明玉 不由一脸尴尬的吐了吐舌头 李明玉健壮 白了他们一眼的同时 转头便对着秦桓说道 欢欢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他们 李明玉说着 伸手便指向了其中一位 身穿黑色紧身衣的女生 这位是你的三姐装萌吗 华夏唯一的国术女宗师 曾经在米国单枪匹马 连挑过五大黑帮 死 真的假的 秦桓一听这话 忍不住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看上去很是柔弱的装萌萌 不仅容貌和身材相当哇塞 就连战斗力 居然也是如此的恐怖 要知道 米国的黑帮 那可都是随身带着 叭哟叭哟的 这样都能单枪匹马 且全身而退 回过神来的秦桓 当即便一脸崇拜地 看着庄萌萌说道 三姐 你这也太厉害了吧 嘻嘻 还行吧 庄萌萌挺了挺胸 那是相当的得意 怎么样 现在应该有兴趣 跟我学习国术了吧 那 秦桓刚要说些什么 哪知一旁的四姐 却是有些等不及了 好似生怕秦桓会答应一般 还不等李明玉介绍到她 她就直接上前一步 站在了秦桓面前 欢欢 我是你四姐夏景妍 华夏唯一的九星国业女厨师长 直接就打断了她 行了 别吹了 说着 这名女生就赶忙介绍起了自己 欢欢 我是你六姐和文文 想必你这读书人 应该有听说过我吧 我可是 欢欢 我是你七姐唐世亭 国内唯一拿过医学 你们这啥意思 我还没向欢欢介绍完呢 介绍个屁啊 欢欢肯定对你那厨艺没兴趣 谁说的 我看你就是欠打 呵呵 你打得过我吗 你 让秦桓无语的是 这才刚刚安静一会儿的姐姐们 就这样又一次争吵了起来 行了 还有完没完了 不得不说 大姐就是大姐 李明玉这话才刚一出口 众女就立马再次安静了下来 你说说你们 哪里还有个做姐姐的样子 李明玉看着眼前的众位妹妹 不由很是美好气地说道 欢欢想学什么 让她自己选不就是了 说着 李明玉一脸微笑的 转头就看向了秦桓 欢欢 刚刚他们的介绍你也听了的大概 现在有想好以后学什么了吗 不得不说 此时李明玉对秦桓的态度 和刚刚对妹妹们的态度 简直就像是判若两人 这 秦桓沉默了片刻 在姐姐们的期待中 这才终于开口说道 要不都学 说实话 秦桓实在是没想到 和姐姐们的第一次见面 居然会是讨论学习东西 而且她的内心 其实还是对国术比较感兴趣 但为了不让其他姐姐们失望 所以她 这才说出了都学的话 都学吗 李明玉听吧 当即便看向在场众女 你们都听到了吧 听到了 虽然姐姐们并不是很满意 但既然秦桓都这么说了 他们也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点了点头 行了 都进去吧 李明玉说着 转头便看向了夏景妍 景妍 饭菜都做好了没有 当然 那行 准备开饭 别把桓桓饿坏了 很快 众人先是绕过大厅 随后就来了餐厅 看着那偌大的餐桌之上 堆满了各种真修美食 本来还不觉得饿得秦桓 突然肚子就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 桓桓 你坐这吧 大姐指了指上手的位置 对着秦桓便是说道 别 我还是坐这吧 秦桓摆了摆手 当即就准备坐在末尾 然而李明玉又哪里有得了她 一把就将她拉到了上手的位置 并且说道 咱爸现在没在家 你就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今天你必须坐这里 大姐说的没错 欢欢 你就坐那吧 是啊是啊 李明玉话音刚落 其他姐姐们便是立马就附和了起来 那 那好吧 剑实在是拗不过 秦桓最终也只能是勉强坐了下去 行了 大家都别拘谨 赶紧吃饭吧 随着李明玉的这话说出 众人当即就准备开动 不过就在这时 七姐唐诗婷 却是一拍脑袋说道 我去 二姐 好像还在房间里睡觉 那还愣着干嘛 你赶紧去叫她 李明玉白了她一眼 很是没好气地说道 切 你不也忘了吗 唐诗婷站起身来的同时 不由嘴中小声嘻喃着说道 你在那嘀咕啥呢 没 没啥 唐诗婷说着 立马就向着二楼楼梯小跑了过去 而见到这一幕的秦桓 心中则是充满了期待 毕竟 她这可是马上就能见到天后巨星了 没多久 就见唐诗婷和一个穿着睡衣 头发凌乱的女生来到了餐厅门口 我去 这就是私下里的天后柳诗诗吗 这和电视屏幕里的形象 差距也未免太大了吧 当充满期待的秦桓 在见到柳诗诗后 简直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本来她还以为 柳诗诗肯定会如同电视里的形象一般 闪亮登场 但哪里想到 当然 也不是说柳诗诗的容貌和身材 与电视屏幕里有多大的区别 而是她这一身睡衣 加上凌乱的头发 完全就没有一点明星的气质 也就在秦桓对此略微有些失望之际 哪知就在这时 来到餐厅的柳诗诗 奔着 她就冲了过来 还不等秦桓有所反应 柳诗诗伸出双手 直接就将她的脸颊给拖在了手中 将脸凑近 一双美眸不停地在秦桓脸上游走 同时嘴中说出来的话 差点没让秦桓直接晕倒过去 欢欢 你就是欢欢吧 来 让二姐好好稀罕稀罕 我勒个去 我说二姐 你这好歹也是个天后巨星好吧 咱就说 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形象 被拖着脸颊的秦桓 看着面前那近在咫尺的绝世容颜 她不仅没有丝毫欣赏的想法 反而还感觉相当的无语 诗诗 你干嘛呢 别吓到欢欢了 不远处的李明玉见状 赶忙就对着柳诗诗 很是没好气地说道 赶紧坐下吃饭 你这像什么样子 我 好吧 不得不说 大姐就是大姐 只是这么简短的一句话 秦桓就立马逃出了柳诗诗的魔爪 而等到柳诗诗坐下之后 众人也是立马就开动了起来 不得不说 夏景妍的厨艺 还真不是一般的搞 秦桓这才刚刚将一块不知名的肉块放进嘴中 下一秒 眼睛瞬间就亮了 怎么样 欢欢 这道法事局蜗牛还合胃口不 夏景妍看着秦桓 不由一脸紧张地问道 要知道 她的想法就是 只要秦桓喜欢吃自己做的菜肴 那她肯定就会有兴趣 跟着自己学做菜 到时候 很好吃 四姐不愧为国宴大师 秦桓将肉块吞下的同时 对着夏景妍便伸出了大拇指 是吗 夏景妍见状 差点没高兴地蹦起 欢欢 你 也就在夏景妍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坐在她身旁的何文文 就好似看穿了她的心思一般 还不等她开口说完 就见何文文夹起一小块牛排 直接就放进了秦桓的碗里 欢欢 你尝尝这个 好的 秦桓说着 正要加起那块牛排 哪知就在这时 其他的姐姐们也是有样学样 纷纷往她的碗里夹菜 当然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二姐柳诗诗 而且她还和别人不同 别的姐姐都只是为秦桓用筷子夹菜 她却是端着菜碗 直接就向着秦桓的碗中 道 只是一眨眼尖的功夫 秦桓面前的碗里 就已经是堆满了菜肴 姐姐们 你们这也未免太热情了吧 看着眼前那块要满出来的菜肴 秦桓不由苦笑地说道 这算啥 你可是我们的弟弟 对你热情不是应该的吗 二姐柳诗诗说道 是啊是啊 赶紧吃吧 其他姐姐附和道 秦桓听罢 还是有些感动的 点了点头后 也是不再客气 当即便风卷残云了起来 中途 李明玉还特意给众人 倒上了一杯红酒 不用想都知道 这红酒的价值 绝对是恐怖的天价 十分钟后 欢欢 你就不吃了吗 七姐唐诗亭见秦桓放下碗筷 对着她便是说道 这只波士顿龙虾 你赶紧吃了吧 是啊 是啊 这鲍鱼 你也才吃了一只 剩下的可别浪费了 还有这个乳鸽汤 一会你也喝上一点 其他姐姐们见状 纷纷附和着说道 哥 秦桓打了个宝格 面对姐姐们的热情 不由一脸为难地说道 姐 我是真吃不下了 要不你们自己吃 刚刚我都没见你们 吃下多少呢 那怎么能行 这些可全都是 专门为你准备的 姐 我 秦桓刚想要说些什么 好在就在这时 大姐李明玉站了出来 行了 你们还真想撑死欢欢呀 既然她吃不下 那就全部分给小月她们 不就是了 李明玉口中的小月她们 便是先前门口的 那群女仆们 至于她们会不会嫌弃 这是吃剩下的菜肴 毫不夸张地说 她们不抢地打起架来 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先不说这些食材 根本不是普通人能买得起的 就是夏锦炎的厨艺 很多大佬级别的人物 想约上一顿饭 那都是相当的困难 嫌弃 不存在的是好吧 这 那行吧 众女见大姐都这么说了 最终也只能是就此作罢 而也就在她们 吃过晚饭后没多久 就见一位身穿女仆装的佣人 从门外急匆匆走了进来 大小姐 山下王哥打来电话 说是您今天购买的东西到了 是吗 李明玉听罢 当即便是说道 让他们放行 好的 佣人点了点头后 立马走了出去 没多久 院门外便停下了三辆大卡车 不用想都知道 这些卡车上面的锁装的东西 便是之前李明玉 替秦桓购买的衣服鞋子手表 接下来 十多个人愣是花了快半个小时 这才终于将车上的东西 全都搬到了李明玉 专门为秦桓准备的衣帽间 大姐 你这也太过分了吧 何文文看着眼前那偌大的衣帽间 愣是被装得满满当当 于是 她对着李明玉便是嘟着小嘴尾去说道 怎么 你这还吃起欢欢的醋了 李明玉听罢 轻轻拍着她的脑袋说道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你衣帽间里面的衣服鞋子 貌似也全是从我店里白拿的吧 切 谁和你说这个啊 何文文撇了撇嘴 不由解释着说道 我的意思是 我本来还打算 明天带着欢欢去买这些的 没想到 居然被你给杰族先登了 确实 大姐你这次真过分了 其实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还有我 我也是 好气哦 这下整的 我都不知道该给欢欢买什么好了 在场众女一听何文文这话 也是立马就对着李明玉 谴责了起来 是吗 哪知李明玉见状 这可怪不得我 这 众女听罢 最终也只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 行了 时间也不早了 李明玉转过头来 对着秦桓便是说道 欢欢 你明天早上还得去学校报道 我现在就带你 去看一下房间 李明玉说完 当即就带着秦桓 来到了二楼最里面的一间房门口 其他人见状 也是立马紧随其后 欢欢 这就是你的房间 进去看看吧 李明玉将房门打开的同时 对着秦桓便是说道 好的 秦桓点了点头 麦不就走了进去 死 这 这房间也太大了吧 还有这装修 这布置 我的天呀 当秦桓来到房间之后 顿时就看花了眼 怎么样 还满意不 李明玉几人 紧随着便来到房间 满意 当然满意 秦桓一边仔细打量 一边回道 满意就好 李明玉听罢 伸手便指向不远处的一个指向 对着秦桓便是说道 欢欢 那里面是我给你准备的笔记本电脑 和一些生活用品 明天去学校 可别忘了带上 谢谢大姐 谢个啥 你这孩子还跟我客气上了 嘿嘿 秦桓嘿嘿一笑 布尤挠了挠头 欢欢 你难道不谢谢二姐我吗 也就在这时 一旁的柳诗诗 很是妖功地说道 看到这上百个手办没 那可全都是 我替你准备的 切 手办了不起吗 这书架上的书 还 全都是我准备的呢 欢欢看这里 这些拳击设备 全是你三姐我准备的 欢欢 你别理他们 快看这里 让秦桓没想到的是 就因为她的一句谢谢 姐姐们便纷纷开始 邀功了起来 行了 你们也是真不害臊 难道还想让欢欢 挨个谢谢你们不成 李明玉撇了撇嘴 当即就准备 带着众女离开 谢谢各位姐姐 也就在姐姐们 即将走出房门的同时 秦桓很是真诚的 对着他们 便是鞠了一躬 虽然秦桓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对自己 如此的好 但秦桓却是能从 他们的一言一行之中 感受到他们的温暖 行了 姐姐们知道了 早点休息吧 晚安 姐姐们相互微笑着 对视了一眼过后 直接就替秦桓 关好了房门 而也就在他们走后不久 秦桓先是去浴室 冲了个走 随后便直接躺在了床上 也不知道 是不是认床的原因 秦桓在床上 躺了快半个小时 愣是没能睡着 没办法的她 当即就准备 玩上一会儿手机 咚咚咚 而也就在这时 房门却是被人敲响了开来 欢欢 你睡了吗 没呢 秦桓从床上爬起 对着门外便是问道 大姐 你有什么事吗 我刚刚忘记给你手机了 你把门打开一下 给我手机 秦桓听罢 一脸猛逼的 就将门打了开来 下一秒 就见门外的大姐 直接就将一个崭新的手机盒 递到了秦桓面前 你那手机太旧了 以后就用这个吧 我 秦桓见状 刚想要拒绝 在她看来 自己的手机 虽然有些破旧 但勉强还是能用的 然而还不等她开口 李明玉就好似 看穿了她的想法一般 你就别跟姐姐客气了 拿着吧 我这还得睡觉去呢 那就多谢大姐了 秦桓见状 也不好辜负李明玉的美意 到了声谢后 这才终于将手机给接了过来 行了 没啥事我就走了 李明玉说着 当即便离开了这里 等到秦桓关好房门后 她拿着手机盒 直接就来到了电脑桌前 华为Mate50 Pro 要知道 这款手机可不只是新出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 由于是限量销售 所以非常之难买到 而且 官方报价虽然才8000左右 但如果想要拿到手的话 恐怕最少也得上万块 秦桓将包装盒拆开之后 当即便研究了起来 不得不说 一分钱一分货 这话还真不是吹 对于从来没有用过 如此高档手机的秦桓 瞬间就爱上了 而秦桓又哪里会知道 李明玉送她的这部手机 可是华为任老板 特意为顶级上流人士定制的 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 都要比市场上普通的这款手机 高上好几个档次 虽然任老板都是免费赠送 但如果放到市场上去卖的话 恐怕至少也能值个十万八万 如果秦桓仔细去看就能发现 不管是包装盒 还是手机的背面 都有着一个 用特殊激光刻写的字母字 秦桓研究一番过后 先是在手机上下载了微信 随后直接登录了上去 弟弟 而他这才刚毅登录 高三班级群里的消息 立马就想了起来 秦桓也没多想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于是直接就将群消息给打了开来 映入眼帘的 便是死对头马文豪 一阵不留痕迹的装逼消息 马文豪 同学们 大家都进入新学校了没 环境都咋样呀 我今天开车去外面 买了一天的东西 真是累死我了 别说 帝都就是帝都 还真不是咱们 那个小地方能比 马文豪的消息 这才刚一发出 群里的其他同学 立马就有了回应 真羡慕马总啊 居然在帝都督有车 哎 我明天才开学 今天刚租了个公寓 环境勉强还行 对了 马总 你在帝都是住在哪里啊 此时躺在床上马文豪 见到同学们的消息后 心中得意的同时 当即便是回复道 今天刚提的车 不是啥好车 也就一百来万的保时捷卡验 至于房子 本来我是打算买栋别墅的 不过这周围没有的卖 所以就在学校附近 全款买了一套 一百平左右的学区房 不得不说 马文豪的这番话 就好似深水炸弹一般 群里的同学们 瞬间就炸了锅 我去 真的假的 马总你这也太牛了吧 可不是吗 他居然还谦虚说 不是啥好车 这要是都不算好车的话 那啥算好车 马总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地大附近的学区房 至少一瓶也得十万吧 啥 十万 我的个亲娘舅舅 一百平 那岂不是得上千万 众人在说到这里时 忍不住就到吸了一口凉气 要知道 一千万对于他们这种普通人来说 完全可以用天文数字来形容 哪怕辛辛苦苦一辈子 估计都不可能赚得到如此多的钱 气 这对于马总来说 算个屁啊 说的也是 马总的老爸 可是咱们县的首富 上千万的房子 那还不是想买就买 马总 我就问你 大腿还缺挂肩步 羡慕 真是太羡慕了 此时群里的同学们 对马文豪可谓是相当的羡慕 而这也让马文豪的虚荣心 直接就达到了顶峰 呵呵 你们也不必羡慕 只见马文豪嘴角一瞥 很是装逼的说道 咱们可都是同学 以后有啥事 尽管支撑就行 马总就是厂量 你这朋友我交定了 对了 马总 能让咱们瞧瞧你家步 上千万的房子 我还真想知道 是长啥样 是啊是啊 我也挺好奇的 要不发个视频 让我们看看 也就在这时 突然就有着几位同学 提议着说道 没问题 你们稍等一下 马文豪本来就是想要装逼 又怎么可能会拒绝他们 当即从床上站起 便准备将整个屋子 都给拍摄下来 滴滴 然而就在他准备 打开相机的同时 一连串的好友添加申请 却是突兀地想了起来 不用想都知道 这肯定是班上的那些同学 想要棒上他这一大腿 而也正如马文豪所想 当他一脸得意地 点开微信通讯录后 映入眼帘的 便是二十多个好友添加申请 其中还步伐有着好几名女生 而且 每一个人的申请内容 基本上全都是对他的吹捧 什么马总太牛了 以后可别忘记我了 什么马总 我是XXX 你能做我男朋友吗 至于马文豪 在见到这些内容后 心里虽然很是美滋滋 但他却并未立马点下通过申请 在他看来 自己现在可是他们心中的大佬 该有的派头 那还是得有的 接下来 他先是用手机 将整个屋子给拍摄了一遍 在拍摄的同时 还不忘吹嘘 一下屋子的装修 以及他新买的家具 而等到他拍摄完后 也是没有耽误时间 直接就将视频给发到了群里 我的个亲娘舅舅 这房子也太豪华了吧 不得不说 我和马总的品味一样 这装修风格 确实是不错 这家具随便一件 都得上万了吧 牛皮 真是太牛皮 当群里的同学们 在看完这视频之后 一个个的全都纷纷感叹了起来 对了 文豪 我刚有加你的微信 能给个好友味吗 也就在这时 学习委员梁晴 直接就发了这么一段文字出来 我去 真的假的 梁晴他不是一直自视甚高 看不起任何人的吗 这会儿咋如此的第三下四了 我的女神 你也要被现实给打败了吗 班上的其他同学们见状 简直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要知道 梁晴以前在学校读书时 不仅是他们班上的学习委员 更是全校的第三笑话 平时在学校 不管是哪个男生 他基本上都不会多看一眼 这其中 自然也包括高中时的马文豪 要知道 当初马文豪可是还追过梁晴 只不过被梁晴不屑地拒绝了 而秦桓之所以会和马文豪 成为死对头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这梁晴 当初秦桓在交作业时 由于看不惯梁晴的狐假虎威 便当场和他争吵了几句 结果就因为这 马文豪直接就将秦桓 当成了英雄救美的踏脚石 纠集了几个狗腿子 哪怕面对他们三四个人 却愣是打成了平手 而且这件事 当初还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 当然 众人也仅仅只是震惊了片刻 等到他们回过神来后 却也立马学着梁晴的样子 第三下四地发起了消息 还有我 马总 我刚刚也给你发了好友申请 我也是 咱们俩可是前后座 这个好友位你可不能忘了我 还有我 还有我 一时之间 群里的所有同学 居然全都在请求马文豪 给他们好友位 别急 一个个来 马文豪嘴角微微上扬 很快就将他们全都添加 成了好友 马总 以后没事 咱们可要多联系啊 是啊是啊 对了 文豪我刚刚说 让你做我男朋友的事 你考虑好了吗 还有我 文豪我也问过 我说你们能别叫得那么亲热吗 文豪可不是你们能叫的 卧槽 梁晴你在这什么状 说的没错 亏我还真以为你冰清玉洁呢 怎么你还想和我们抢文豪不成 抢又怎么样 也不看你们长啥样 你 让人没想到的是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梁晴居然直接就和群里的几个女生 争吵了起来 见到这一幕的秦桓 一脸鄙夷的 当即就准备退出微信 在他看来 这些女生还真是现实的可疑 不过就在这时 马文豪却是突然add了他 并且还给他发了一段文字 秦老板 要不咱们俩加个微信 好歹马上就要 再同在一所大学读书了 我去 真的假的 马总居然要加秦桓的微信 他们两个不是死对头吗 卧槽 难道是 当同学们看到马文豪发出来的这句话后 刚开始还有些猛逼 不过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这压得 明显就是想要在秦桓的面前 也装上那么一波逼 毕竟能在死对头的面前装逼 可比 要在他们面前装逼 有成就感多了 至于秦桓 自然也猜到了这一点 本来他是不打算理会的 但哪里想到 马文豪很快就又在群里发出来了一段话 没动静 莫非是他那破手机坏了 我看很有可能 就他那手机 估计送给我奶奶都不会要 可不是吗 还是咱这波罗手机好用 波罗手机 卧槽 地主你换新手机了 那是当然 这玩意儿又不贵 也就几千块罢了 你以为谁都跟秦桓一样穷呀 众人虽然知道 秦桓考上庆大 市里给他奖励了五十万 但为了能够巴结马文豪 便故意说出一些贬低秦桓的话语 而秦桓对此 又怎么可能会忍的了 你们这嘴巴 难道是吃了份了吗 我用什么手机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既然这些家伙 想要踩着自己巴结马文豪 那也就别怪秦桓说话难听了 卧槽 秦桓 你特么的说啥呢 怎么的 用个破手机 还不许人说了 说你大呀 跟你们有关系吗 怎么就没关系 你也是我们131班的同学 丢人不也带上我们了吗 我可没你们这种同学 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你 也就在双方 吵得有些不可开交之计 马文豪却在这时站了出来 行了 都别吵了 大家都是同学 有个啥好吵的 不得不说 这鸭的 还真是能装 而他在发完这段文字后 紧接着 他便at秦桓说道 秦老板 怎么样 加个微信 不用 秦桓撇了撇嘴 很是没好气地回答 要不还是加一下 你现在该不是在街上流浪吗 见秦桓拒绝 马文豪又哪里会这么轻易放过他 我这里刚好还有个杂物间 免费的哦 而且明天上学去 我还可以开车送你一起 卧槽 马总这还真是够损的 大家又不是傻子 哪里会听不出 马文豪这话中有话 刚刚那和秦桓争吵的几人 也是赶忙就再次蹦跋了出来 秦桓 我看你 还是加一下吧 不得不说 马总这人就是宽宏大量 那可不 虽然只是杂物间 但再怎么 也比流落街头强 真是没想到 马总居然能有如此的度量 秦桓你就偷着乐吧 什么叫舔狗 这特么的就是 看着眼前这些人恶心的话语 秦桓差点没直接干呕出来 好半天后 秦桓这才不需不缓地回答 我有地方住 这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有地方住 真的假的 依我看 你该不会是打算 睡在KSC吧 哈哈 我猜他是准备睡在网吧 秦桓这话刚一发出 那几个家伙 又立马嘲讽了起来 我说你们 秦桓见状 当即就准备说些什么 然而还不等他开口 哪知就在这时 马文豪却是抢先一步 发出来了一段文字 哦 是吗 既然你说有地方住 那能不能发出来 让我们瞧瞧 是啊是啊 马总说的没错 你就发出来 让我们看看呗 哼 我倒是挺想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在吹牛 那几个家伙 紧跟着便是附和着说道 你们真想看 当然 你该不会是不敢吧 既然你们这么坚持 那我就满足你们 都给我等着 在秦桓看来 既然马文豪他们非要被打脸 那可就别怪他不客气 说完 也是没有耽误时间 打开相机之后 当即就将整个房间 给拍摄了一番 随后 便上传到了群里 哟 还真敢上传啊 当群里的众人 再见到秦桓发出视频后 刚开始 他们还表现得相当不屑 然而 等到他们点开视频 看清楚里面的内容后 下一秒 却是直接就愣在了当场 死 这 真的假的 我的个老天爷 这也未免太高档 大气上档次了吧 不得不说 此时他们觉得 秦桓这房间 简直可以媲美 七星级酒店的标准 秦 秦桓 你这该不会是 在网上找的视频吧 也就在这时 震惊过后的马文豪 不由质疑着说道 肯定是网上找的 这房间 我是怎么看 怎么演说 确实是有些演说 依我看 这很有可能是迪拜的 那个七星级酒店里的房间 并且还给我发过照片 完全和这一模一样 马文豪的质疑 这才刚一发出 立马就有这几个 大聪明跳了出来 看他们那 很是肯定的语气 说实话 要不是秦桓很是确定 这是自己刚刚亲自拍摄 估计他还真有可能 会相信他们这番瞎话 然而秦桓自己确定 明显是没有什么乱用 群里的其他人 还真就相信了他们 我说秦桓 你就算是再想要装逼 也好歹找个 别人没见过的呀 是啊是啊 四星级酒店也行 你居然发的七星级 再说了 就你家那条件 莫非还真以为我们不知道 丢人 这是太丢人了 一时间 群里的所有人 全都对着秦桓嘲讽了起来 哼 秦桓见状 不由吃笑一声说道 我说你们 还真是听风救世语 你这话啥意思 我看你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不见棺材不落泪 既然你说我们听风救世语 那你就给我们证明证明呗 没那个必要 没那个必要 我看你是没法证明吧 行 那你们就继续给我等着 说实话 秦桓本来是不打算 再与他们多做纠缠 但这群人非要如此的咄咄逼人 那他又怎么可能会不让他们如愿 没多久 秦桓就再次发了一个视频出来 而且他这次 还特意将自己出镜在了视频当中 我说秦桓 难道你就只搜得到这一个视频吗 真是笑死我了 依我看 马文豪只是扫了一眼 并未点开视频 直接就准备开启嘲讽模式 然而哪里想到 还不等他将第二句话打完 群里看完视频的其他人 却是瞬间就炸开了锅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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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吗 居然是真的 我这个亲娘舅舅 本人都出镜了 咱们先前可是错怪欢歌了 可不是吗 都怪我之前太过肤浅 没想到欢歌还真没吹牛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欢歌好像又长帅了不少 很显然 这群人一旦确认秦桓没有吹牛 就连对秦桓的称呼 也变成了欢歌 我去 你们这话啥意思啊 我怎么有些看不太懂 见到这一幕的马文豪 猛逼的同时 赶忙就在群里问道 然而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群里的其他人 却好似 没有看到他的问题一般 一个个的 全都在那里对着秦桓 拍起了马屁 欢歌 刚刚都是我的错 你可千万不要和我计较啊 欢歌 我也在帝都 能给个好友位吗 我也要 我也要 对了 欢歌 你缺女朋友吗 如果缺 你看我怎么样 不得不说 这些人变脸的速度 简直是比翻书还要快 这才过去多久 他们八戒的对象 居然就换成了秦桓 而见到这一幕的马文豪 脸色很是难看的同时 也是立马就点开了那个视频 他倒是想要看看 这些人到底为何突然 就转变了态度 然而 等到马文豪看完视频里的内容后 却是一脸挫败的 瘫软在了床上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他秦桓不是很穷的吗 本来马文豪还想着 踩着秦桓好好的装上一波 但哪里想到 这小丑尼玛 居然会是自己 至于秦桓 他本就对这些人相当之恶心 又怎么可能会给他们好友位 想也没想 当即就退出了班级群组 并且还在第一时间 就将添加好友申请 给设置成了全部拒绝 做完这些之后 秦桓放下手机 直接就在床上睡了过去 次日清晨 咚咚咚 桓桓 你醒了吗 李明玉敲了敲秦桓的房门 对着里面便是喊道 醒了 听到声音的秦桓 当即便是回道 醒了 就出来吃早餐吧 好的 没一会儿 洗漱一番的秦桓 直接就来到了餐厅门口 让他没想到的是 七位姐姐居然全都在这里等待着他 而且准备的早餐 那也是吃丰富 桓桓 早啊呀 见到秦桓出现 姐姐们立马就对着他打起了招呼 姐姐们走 秦桓说着 当即便问出了他的疑问 各位姐姐 你们都不用上班的吗 上班 你问这个干嘛 没啥 我这不是看你们这大清早的 都在这里等我吗 秦桓微微一笑 很是认真的说道 如果你们需要上班的话 其实可以先吃的 哦 原来你是说这个啊 二姐柳诗诗听吧 当即便是说道 你就放心吧 我们也就等你这一天 毕竟今天还得送你去学校不是 啥 送我去学校 你们一起吗 秦桓一听这话 差点没将眼珠子给瞪出来 不然呢 三姐装蒙撇了撇嘴 不由淡淡说道 你这可是第一次上大学 姐姐们要是都不送你的话 这要是被咱老妈知道 那还不得骂死我们 再说了 有我们送你 相信以后 在学校肯定也不会有人敢去欺负你 这 秦桓听罢 想要说些什么 但最终还是将话给吞了回去 在他看来 姐姐们这完全就是多虑了 他可不认为这都大学了 还会有人欺负别人 而且秦桓觉得 姐姐们陪着自己一起去学校 实在是有些太过引人注目了 毕竟就姐姐们的容貌和身材 不用想到知道 只要他们出现在学校 那就必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 到时候他在学校 肯定也会被别人问东问西 然而 这又是姐姐们的一片心意 秦桓也确实不太好拒绝 行了 赶紧吃早餐吧 见秦桓没有意义 大姐李明玉当即便是开口说道 众人听罢 立马就准备开动 然而他们没发现的是 此时四姐夏景妍 却是露出了一脸期待的表情 四 这 我的天呀 这也太好吃了吧 众人这才刚刚一口油条下肚 下一秒 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夏景妍居然将普通不过的油条 都给弄得如此美味 四姐 你这油条 是不是加什么佐料了呀 这也未免太好吃了 是啊是啊 你之前做的油条 虽然也好吃 但可比这次差远了 好吃 真好吃 这我估计能炫上三大根 四姐快说 你到底是加了啥 很显然 大家全都认为 这油条之所以会如此的好吃 那肯定是有加什么东西 没加啥呀 也就放了一点盐巴而已 夏景妍耸了耸肩 一脸得意的说道 至于为啥好吃 只能说是我的厨艺 又长进了呗 你就吹吧 我才不信你这鬼话 何文文听吧 撇了撇嘴的同时 当即就将面前的白粥 咬了那么一小手 你不是说你厨艺长进了吗 那我倒是想要看看 你这白粥是不是也同样好吃 白粥不放东西 怎么可能好吃 你还真把他当厨神了呀 是啊是啊 这白粥一看就啥也没放 能好吃才怪 何文文这话刚一说出 李明玉吉女 立马就附和着说道 不得不说 这还真不是他们 看不起夏景妍的厨艺 主要还是白粥这玩意儿 只要不放其他东西 根本就不可能会好吃 而也就在他们 说出这话的同时 这边的何文文 却是已经将那勺白粥 给送进了嘴里 死 这 我的天呀 真的假的 白粥居然也做得如此美味 本来何文文还真没将 这白粥当成一回事 但此刻他 却是瞬间就爱上了 怎么样 文文 是不是一点味道也没有 我就说嘛 这白粥 也就在众女刚要 说些什么的时候 下一秒 他们却是直接看傻了眼 只见何文文端起面前的白粥 三两下就全都给关进了嘴里 而且吃完之后 居然还露出了一点意犹未尽的表情 我去 文文他这是在干啥 都把我给看馋了 要不咱们也试试 行 众女说着 当即也咬了一小勺白粥 给放进了嘴里 这 这怎么可能 这也未免太好喝了吧 一时之间 他们就好似 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哪里还顾得了 啥形象不行象 学着刚刚何文文的样子 直接就将他们面前 那一大碗白粥 给炫了得干净 怎么样 现在知道我没吹牛了吧 一旁的下景颜见状 不由很是得意地说道 四姐 真是没想到啊 你这才过去一晚 厨艺居然提升了这么多 这算个啥 以后只会更牛 真的假的 必须真的 夏景颜在说这话时 还不忘偷偷看了秦桓一眼 如果仔细去看就能发现 他看向秦桓的眼神 就像是在 看啥爵士珍宝一般 十多分钟后 吃撑了的众人 直接就来到了客厅沙发上坐下 欢欢 你东西都收拾好了没 李明玉翘了的二郎腿 对着不远处的秦桓 便是问道 已经收拾好了 是吗 那你将东西拿下来 咱们这就送你去学校 好的 秦桓点了点头 很快就将行李 从二楼给拿了下来 行了 大家准备出发吧 李明玉说着 当即就带着众人 来到了停车场 看着眼前那数十辆 各种高档豪车 李明玉对着秦桓便是说道 欢欢 你是开昨天那辆 还是换一辆其他的 换一辆其他的吧 秦桓听罢 当即便是回到 在他看来 昨天的那辆毒药 实在是太过高调了 那行 你自己挑吧 李明玉也没多说什么 伸出手来 就准备让秦桓自己挑 然而当秦桓 靠近这些车辆 看到上面的车标之后 却是直接愣在了原地 他本来的想法 是挑一辆几十万的车就行了 但哪里想到 眼前的这些车 居然全都是豪车 什么阿斯顿马丁 什么疯之子之类的 毫不夸张地说 里面最便宜的一辆 最少也得上千万 这尼玛的开这些 和开兰博基尼毒药 又有什么区别 欢欢 怎么 难道你都不喜欢吗 见到秦桓愣在原地不动 李明玉对着他 便是问道 千 我早就说 要给欢欢买上一架直升机 你们还不信 这下好了吧 还不等秦桓开口 一旁的柳诗诗 直接就撇了撇嘴说道 你给我闭嘴 救你话多 李明玉听罢 很是没好气地说道 很显然 姐姐们此时全都以为 秦桓这是觉得 这些车辆不够上档次 而也就在这时 回过神来的秦桓 看着李明玉便是问道 大姐 你这有便宜一点的车部 比如奔驰宝马啥的 宝石节也行啊 那都是啥破车啊 一旁的何文问 顿时就猜到了什么 于是对着秦桓就是说道 欢欢 你该不会是觉得这些车辆 太过高调了吧 高调吗 李明玉听罢 先是一愣 随后 不由淡淡说道 这些车最贵的 也就几千万而已 有个啥高调的 呃 秦桓一听大姐这话 顿时不由满脑门黑线 如果开几千万的车 都不算高调的话 那什么才叫高调 这样吧 见秦桓实在是拿不定主意 李明玉当即便提议着说道 你还是开昨天的那辆 你觉得怎么样 那 那行吧 眼见只能如此 秦桓最终也是同意了下来 五分钟后 八辆价值数千万的豪车 直接就从庄园开了出来 不用想都知道 只要秦桓他们 将车开到学校 那就绝对会引起轰动 与此同时 此时的庆大校园门口 早已是门停若是 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学子们 他们或拖着行李箱步行 又或开着汽车行驶 在这其中 就包括开着保时捷的马文豪 马文豪在将车开进学校之后 并没有跟随着大部队 进入校园内部 而是直接停在了校园门口旁边 他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有这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想要通过他的这辆豪车 交上一些朋友 至于这所谓的朋友 除了一些漂亮的女生之外 更重要的是 希望能交到一些富二代 或者权贵 而这 也正是他父亲在他临行前 特意嘱托他的 至于为什么要如此嘱托他 作为商人的儿子 马文豪又怎么可能会不明白 这明显就是 在为他毕业之后 接手家产做准备 至于这第二点原因 其实也很简单 要知道 昨天晚上马文豪在群里 可谓是被秦桓抢进了风头 说实话 哪怕是到现在 他都在怀疑 秦桓发出来的视频 很有可能是剪辑合成 所以他就是想要看看 秦桓今天来学校 到底是不行还是开车 如果是不行的话 那就证明他的怀疑没错 到时候 非得上前狠狠地羞辱一番不可 而也就在马文豪将车停下后不久 一位长相很是不错的女生 还真就来到了他的车前 咚咚咚 女生敲了几下车窗 马文豪赶忙就将车窗给降了下来 在他看来 这女生肯定是因为自己这是豪车 所以就想要来搭讪自己 于是 他吹了吹自己刘海 对着女生便是问道 找我有什么事吗 那个 你是今天来报道的新生吗 女生微微一笑 并未回答马文豪 而是反问道 是的 马文豪回答 而女生在听到他的回答后 脸上的笑容似乎更加浓烈了起来 也就在马文豪 以为下一秒 女生就会向他索要微信的时候 哪知女生接下来的一段话 却是差点没让他一个量枪摔倒在地 是这样的 只见这位女生 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的一个笔记本 对着他便是说道 我是咱们学校大三的学姐 专门负责替新生办理校园手机卡的 不知道你需要办理不 啥 连忙摆了摆手 拒绝着说道 不好意思 不需要 那好吧 女生听罢 失望的同时 还不由小声嘀咕道 没想到开着豪车 居然也这么的抠门 肯定是租来的 卧槽 你说啥呢 女生嘀咕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还是被马文豪给听进了耳中 说他这车是租来的 他又如何能忍 没 没说啥 女生摇了摇头 当即就准备离开 你等等 不过就在这时 马文豪却是叫住了他 怎么 你还有事吗 女生问道 你不是办理校园手机卡的吗 那就给我办一 不 办十张 在马文豪看来 他这才刚刚入学 要是被人看扁的话 那得多没面子 真的吗 女生一听他这话 眼睛瞬间就又再次亮了起来 至于马文豪办十张手机卡 到底能不能用得过来 说实话 这还真不在他关心的范围之内 当然真的 马文豪撇了撇嘴 不由淡淡说道 那行 拿钱来吧 女生伸出手来 满脸兴奋地说道 拿钱 马文豪见状 不由一脸猛逼地问道 这玩意儿 难道办理不是免费的吗 卡是免费没错 但激活地需要冲上一百元化费 哦 这样呀 马文豪也没多想 当即就从钱包里面 掏了一百块出来 递到了女生面前 那个 是一张一百块哦 女生剑霸 解释着说道 啥 一张一百块 马文豪一听这话 顿时就怒了 你咋不去抢呢 在他看来 这女生怕不是将他当成大冤种 虽然一千块钱对他不算多 但多少他 还是有些不太舍得的 你这人咋说话的 不是你自己说 要办实章的吗 女生听罢 当即便反驳着说道 再说了 既然你拿不出那么多钱 那你刚刚又装什么装 卧槽 谁说我装了 我那是看你可怜 才照顾你生意好吧 看我可怜 我看你才可怜吧 租车来学校 还真是虚荣的可言 你 就这样 两人说着说着 直接就争吵了起来 而他们这边的动静 也是很快就吸引来了 一大波的吃瓜群众 当吃瓜群众们 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后 下一秒 便全都对着马文豪 口诛笔伐了起来 我说你这人 没钱没钱 还学人家摆什么扩 是啊是啊 难怪人家学姐生气 你既然一千块都拿不出来 又干嘛装逼说 要十张 我真是服了 还真是啥人都有 你们 面对着众人的冷嘲热讽 马文豪愣是快被气个半死 说实话 要不是他将购车合同给忘在家里 此时非得狠狠地甩在这些人脸上不可 哼 不就是一千块钱吗 我给你就是了 眼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实在是没办法的马文豪 最终也只能是咬着后槽牙 将这一千块给了那名女生 等到众人散去之后 而他也将这一屈辱 全都算在了秦桓头上 毕竟在他看来 要不是为了等秦桓 又怎么可能会摊上这事 秦桓 你给我等着 也就在马文豪 如此暗暗想着这些同时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此时清大的校长刘国焘 居然带着一大帮的校领导 向着校门口就小跑了过来 我乐得去 那好像是咱们的校长吧 好像还真是 以前就有在网上见过 没想到今天还真就见到本人了 话说 他这是打算去干嘛 还有他身后的这些人 应该全都是学校的领导吧 刘国焘等人 这才刚一出现 就立马被路过的学生给认了出来 眼见他们所跑的方向 是学校门口 当即就有着学生 猜测着说道 依我看 可能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来 不然他们又怎么可能 表现得如此急迫 可不是吗 这都小跑起来了 嘖嘖嘖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大佬 竟然能让刘校长他们 亲自前来迎接 也就学生们小声议论的同时 刘国焘他们一行人 也是终于来到了学校门口 校长 你们怎么来了 正在门口巡视的保安队长 见到刘国焘等人出现 赶忙就迎了上去 没什么 等一下会有几位重要人物来学校 我得带人亲自迎接一下 刘国焘也没多做解释 说完这番话后 当即就眼巴巴地 向着门外望了过去 重要人物 莫非是教育部 有啥大佬要来 保安队长听罢 不由如此想报 毕竟在他看来 能让刘国焘亲自前来迎接的 估计也就只有那些人了 就这样 刘国焘他们一行人 便开始了巧手以盼的等待 至于来往的学生 由于很是好奇 刘国焘口中的重要人物 到底是谁 于是 他们也全都纷纷围观在了这里 差不多四五分钟后 一辆劳斯莱斯 直接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也就在学生们纷纷感叹 这车很是牛批的同时 那辆劳斯莱斯 却是直接就停在了 刘国焘等人面前 我去 难道这车上之人 就是校长他们等待的大佬 周围的学生们见状 当即便是如此想到 而也就在这时 一位打扮很是帅气的男生 直接就从车上走了下来 刘伯伯 您怎么在这啊 男生这才刚一下车 赶忙就成惶成恐地 来到了刘国焘的跟前 哇塞 这男生也太帅了吧 他叫校长刘伯伯 莫非是校长的什么晚辈 不应该啊 一个晚辈而已 校长怎么可能会亲自带人迎接 有啥不可能的 说不定人家的家庭背景强大呢 是啊是啊 我看你们就是在嫉妒他 这 周围的吃瓜群众 在见到那人的容貌后 男生们还好 最多也就议论几句 至于不少女生 却是直接就变成花痴样 在他们看来 如此帅气又多精 且身份背景 还很是强大的男生 不正是他们梦想中的白马王子吗 也就女生们想着 该如何才能搭讪到这人的时候 下一秒 刘国焘的一句话 却是差点没将他们一个 亮枪摔倒在地 你是 只见刘国焘上下 打亮了李文一番 不由微微皱眉问道 我去 真的假的 校长居然不认识他 这怎么可能 他刚刚的表现 明显和校长很熟呀 女生们一见这种情况 顿时就猛逼了起来 人家校长都不认识他 你们居然还觉得 校长是在等他 笑死我了 这下你们总不会再说 这家伙背景强大了吧 屁的背景 我看就是故意 想在校长面前 刷下存在感 一时之间 先前还被女生们 对得哑口无言的男生们 立马就开启了嘲讽模式 哼 校长就算不认识他 也不能证明他没背景吧 说的没错 你们可不要忘了 他可是 开着劳斯莱斯来的 女生们一听这话 当即便是嘴硬着说道 就算他是开着劳斯莱斯来的 那也不能说 校长是在等他吧 你 女生们还想要说些什么 但却是根本无法反驳 毕竟从校长 刚刚的表现来看 他明显就不可能 是在等着人 刘伯伯 我是李文呀 李文也没有想到 刘国焘竟然已经忘记了他 于是 赶忙便提醒着说道 李文 刘国焘听罢 先是沉思了片刻 随后 这才恍然大悟地说道 哦 我想起来了 你是李建明家的那小子吧 啥 李建明 卧槽 那不是华夏首富吗 我的天呀 这家伙 居然是华夏首富的儿子 听到刘国焘这话 在场的众位吃瓜群众 顿时就看傻了眼 是呀是呀 几年前我还有去过您家 给您拜过年呢 可以呀 你小子还真给建明长脸了 刘国焘拍了拍他的肩膀 对着他便是说道 你先进去吧 有空咱们再聊 好的 李文也说什么 点了点头后 直接就将车开进了学校 与此同时 也是有些不少女生 悄悄地就跟了上去 至于剩下的人 他们则是想要看看 校长这究竟是在等谁 就这样 差不多又等了四五分钟 一辆奔驰车 静止就停在了刘国焘他们面前 老刘 你们在这干嘛呢 很快 车上便走下来了一位中年男人 对着刘国焘便打着招呼问道 从他身上的气质来看 一看就不是啥普通人 王菊 见到来人 刘国焘赶忙就上前 与其握了握手 王菊 莫非这就是校长所等的重要人物 也就在所有吃瓜群众 全都如此想着的时候 下一秒 却听刘国焘继续说道 没啥 我们在这等人呢 说完 他还不忘对着身后其中一人交代着说道 孙主任 你先带着王菊 去我办公室吧 好的 孙主任点了点头 当即就带着王菊 离开了这里 很显然 哪怕这王菊的身份 看上去很是不简单 但刘国焘所等的人 却仍然不是他 而这也让在场的吃瓜群众 对那所谓的重要人物 更加的好奇了起来 当然 这其中 自然也包括马文豪 在他想来 这得是多牛批的人物 才能让刘国焘如此的重视 如果可以的话 他非得找个机会 好好地结交结交 时间流逝飞快 眨眼间 又是十分钟过去 也就在众人等着 有些犯困之际 秦桓他们一行车队 也是终于来到了学校门口 我去 这是啥情况 怎么一下子来了 这么多豪车 兰博基尼毒药 阿斯顿马丁 风之子 我的个亲娘舅舅 这是捅了豪车的窝了吗 大家快看 那法拉利拉法车上的美女 这也未免太漂亮了吧 确实漂亮 难道这也是新生 秦桓他们 这才刚一出现 就立马吸引到了在场所有人 刚刚还有些犯困的众人 瞬间就来了精神 而也就在这时 开在最前面的李明玉 直接就将车 停在了刘国焘的面前 我去 难道校长等的就是他们 众人见状 当即便是如此想到 而事情也正如他们所想 李明玉这才刚一下车 刘国焘赶忙就带人迎了过来 明玉 欢迎欢迎啊 校长 您这是 李明玉看着眼前这阵仗 不由一脸猛逼地问道 哈哈 我们这不是来接你们吗 刘国焘哈哈一笑 对着李明玉 便伸出了手来 接我们 李明玉握手的同时 不由苦笑着说道 我的老校长 我不是早就和您说过 只是来学校送一下弟弟吗 您这也整得太夸张了 有个啥夸张的 刘国焘摆了摆手 很是认真的说道 先不说 你是咱们学校的荣誉校友 就你这些年 为学校所做的贡献 我们来接你那也是理所应当 啥 荣誉校友 真的假的 这么漂亮的美女 居然是我们的学姐 在场众人一听这话 顿时就瞪大了双眼 本来他们还有些想不通 校长刘国焘 为何会带人亲自前来迎接 不过现在 他们却是想明白了 要知道 庆大自从1911年建校以来 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毕业的学子 少说也有着上百万之多 然而 能获得了荣誉校友 这一称号的人 却仅仅只有一百人不到 其中有着一大半 还早已是不在人世 眼前突然就出现这么一个 而且还是 如此的年轻漂亮 这又怎么可能会不让人吃惊 对了 你弟弟呢 也就在这时 刘国焘对着李明玉便是问道 还在车里呢 李明玉说着 转头便对着身后的那些车辆喊道 都出来吧 话音刚落 秦桓几人便在众人的期待中 将各自所在的车门给打了开来 死 这 我的天呀 真的假的 这么多的美女 秦桓他们 这才刚一出现 在场的吃瓜群众 瞬间就看啥了眼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眼前这些豪车当中 除了秦桓一个男生之外 其他的人 居然全都是美女 而且这些美女 不仅长得很是漂亮 气质也不是一般人能比 卧槽 大家快看 那好像是柳诗诗吧 柳诗诗 我的个老天爷 还真是他 我的女神啊 他居然也在 众人本就觉得 这些美女 已经够让他们惊艳的了 但哪里想到 天后巨星柳诗诗 居然也在这些美女当中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秦桓这小子 为啥也会出现在他们之中 而且他开的这辆车 居然还是兰博基尼毒药 此时其他人的重点 全都放在柳诗诗他们身上 只有不远处的马文豪一人 却是一脸震惊地盯着秦桓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以前秦桓明明就是一个穷逼 咋就突然之间变得如此高不可判 毫不夸张地说 哪怕是他老爸马光国 也不可能拥有 蓝博基尼毒药这种豪车 要知道这玩意儿 可不是有钱就能够买的 那还得有身份 有地位才行 毕竟这车在整个华夏 也才区区三辆而已 服了 彻底地服了 一时之间 先前还想着好好嘲讽一番秦桓的马文豪 脸上的神色 瞬间就颓废了下来 就他这破宝时节 又哪里有资格去嘲讽人家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等到秦桓几人过来之后 李明玉当即就将刘国涛等人 介绍给了秦桓他们 随后 李明玉又指着柳诗诗 对着刘国涛他们介绍道 校长 这是我二妹柳诗诗 从事娱乐行业的 哈哈 认识认识 刘国涛他们哈哈一笑 当即便表示认识 接下来 李明玉又将剩下几位姐妹 全都做了一番介绍 震惊的无以复加 周围的吃瓜群众们 也同样如此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眼前的这些女生 不仅长得很是漂亮 居然连成就 也是如此的高不可判 当然 李明玉在介绍到夏景熙时 只说 他是在某神秘部队服役 并没有说得太过具体 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 如果一旦不小心 泄露夏景熙的身份 边疆那边的蛮子 很有可能就会因此大举进攻 至于别人是否能够 通过夏景熙的长相 来认出他 这一点倒是可以放心 要知道 在边疆的这些年里 除了他身边的少数心腹之外 根本就没有其他人 见过夏景熙 究竟是长啥呀 因为 他无论是在任何场合 全都是以银色面具世人 对了 这位就是我弟弟秦桓 在将所有姐妹 全都介绍完后 李明玉这才着重地将秦桓 介绍给了刘国焘他们 不错 果然是一表人才 刘国焘仔细地 打量了秦桓一番 不由很是赞赏地说道 多谢校长夸奖 秦桓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那个 要不咱们现在进去 刘国焘眼见 围观的学生越来越多 当即对着李明玉他们 便是提议着说道 行 校长你们是坐我们车一起 还是 不必了 刘国焘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我们走进去就行了 反正也没有几步路 那行 李明玉也没有勉强 点了点头后 当即就带着秦桓他们 再次回到了车上 伴随着一道道油门声响起 他们也是 很快就消失在了校门口 而等到刘国焘他们 也都离开之后 在场的所有人 除了马文豪之外 居然全都在打探 秦桓究竟是哪一个系的学生 女生们打的什么主意 相信不用想都知道 至于男生们 那自然是想着 好好地与秦桓打好关系 说不定有一天 他们还能成为秦桓的姐夫 此时 庆大学校论坛内 整整三个版面上百张帖子 居然全都是与秦桓他们有关 震惊 荣誉校友到来 校长竟带人亲自迎见 震惊 天后巨星柳诗诗 突然现身本校 震惊 七大美女一帅哥 秦桓所在系 如有告知 重金奖赏 不得不说 从这些帖子来看就能发现 庆校的学生平时 可没少逛UC 这要是毕业之后 那还不得直接进入UC镇经部 当然 他们在发帖的同时 也是上传了不少的照片 也正因为如此 那些正在刷着论坛的学生们 瞬间就被吸引到了眼球 此时 某间女生宿舍内 我去 柳诗诗来我们学校了 随着某个女生的尖叫声响起 宿舍内的其他女生 赶忙向着她看了过去 真的假 你可别忽悠我 她不是最近在拍电影吗 能有空来我们学校 你就扯吧 我们才不信你呢 很显然 众女对她的这番话 那是一点也不相信 其实这也很正常 要知道 柳诗诗作为天后巨星 平时只要有杀星戏 那都会在第一时间 登上热搜头条 而这间宿舍内的所有人 又全都是柳诗诗的粉丝 他们对自己偶像的形成 还是有着一些了解的 你们不信是吧 那你们自己看 女生说着 当即就将手机对向了他们 真的假的 室友们见她并不像是在开玩笑 于是撇了撇嘴 就将脑袋凑了过来 卧槽 这 这居然是真的 我的个老天爷 偶像居然来我们学校了 本来他们对此 还有些不太以为然 但当他们真的看到 手机上的照片后 立马就兴奋地蹦了起来 快看看 她现在在哪 我要去找她合影 没错 快看看 几人说着 还不等女生反应过来 抢过手机 就在论坛翻看了起来 卧槽 怎么这么多的帖子 还有这秦桧是谁啊 居然被挂了这么多的悬赏 三万块求新生秦桧所在的院系 真的假的哦 我乐个趣 你们快看这发帖的人 居然是咱们系的戏花将写 他们本想着 看能不能在论坛找到柳世诗现在的位置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论坛上大部分的帖子 居然全都是对于秦桧的悬赏 而且更加让他们震惊的是 发帖的人当中 竟然还有着他们系的计划 要知道 将新自进入庆代以后 追求者可谓是数不胜数 然而一向高冷的他 从来就没有搭理过任何一人 现在却是突然发出这样的帖子 又怎么可能不让他们吃惊 这 这算个 啥 你们看看这十万块求消息的人是谁 谁啊 卧槽 张文静 我的个老天爷 这到底是个啥情况啊 何止是张文静 你们再看看这三张帖子 王子玄 唐甜甜 我乐个趣 里面这个平民校花 居然也悬赏了一千块 疯了 真的疯了 这情况到底是谁啊 居然让咱们学校的四大校花 全都在悬赏她的消息 本以为震惊会到此结束的时候 但哪里想到 这尼玛居然还仅仅只是开始 下一秒 学校的四大校草 竟然也全都发出了对于秦桓的悬赏 而且 帖子里的话里话外 无不透露出 他们想要巴结的意思 我乐个趣 真的假的 女生也就算了 怎么连男生也悬赏呀 还有这态度 我咋觉得跟个舔狗一样 真是没想到啊 我暗恋这么久的男生校草 居然 也就在这几个女生 有些怀疑人生的同时 全校正在逛着论坛的其他人 也同样没好到哪里去 一个个的瞪大着双眼 就像是见到了鬼一般 十分钟后 只要是看过这些帖子的人 包括导师教授在内 无一例外 竟然全都向着操场这边赶了过来 只因刚刚论坛上有人爆料 秦桓他们一行人 已经来到了学校操场 眨眼间 刚刚还很是空旷的操场之上 瞬间就聚集了上万人 而且看这情况 人数似乎还在不断增加 我去 还真是柳氏试业 没想到这来我们学校了 好多美女啊 感觉比咱们学校的四大校花 还要漂亮 那个高高帅帅的男生 就是论坛里被悬赏的秦桓吧 哇塞 难怪被四大校花同时悬赏 这么帅的帅哥 谁能不爱啊 众人这才刚一来到操场 忍不住就议论了起来 正在陪同秦桓他们 闲逛的刘国涛等人 见到这一场面之后 顿时就被吓了一大跳 想要驱散众人 但奈何场面实在是太过吵闹 为了安全起见 没办法的刘国涛 最终只能是赶忙带着秦桓他们 来到了教职员工办公区域 欢欢 看来你以后在学校 得跟你二姐一样 出门戴口罩才行哦 几人这才刚一来到办公区域 李明玉对着秦桓便是打趣着说道 这 秦桓听罢 顿时不由满脑门黑线 其实他很想说 如果不是几个姐姐们 非要来送自己 又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场面 不用想都知道 就刚刚这幅场景 他以后在学校 无论是走到哪里 肯定都会有人前来与他攀关系 当然 姐姐们都是一片好意 秦桓自然也不好多说什么 明玉啊 我本来还打算带你们去给欢欢看一下宿舍的 这下恐怕是没办法了哦 也就在这时 走在前面的刘国涛 转头便对着李明玉苦笑着说道 没关系的校长 我家欢欢住家里就行了 反正离得也不远 李明玉听罢 当即便是笑着回道 是啊是啊 宿舍多不舒服 还是住家里的好 要是欢欢上学怕堵车 我直升机都已经给他预定好了 直升机多不安全 还是直接在校外买栋公寓得了 那也行 不过这钱对我说 什么你说 这是我提议的好吧 你 让人没想到的是 李明玉这话才刚一说出 其他的姐姐们瞬间就相互争吵了起来 而见到这一幕的刘国涛等人 却是差点没一个亮枪摔倒在地 豪横的人他们也不是没见过 但像柳诗诗他们如此豪横的 这还真是第一次见 随便开口 就是送一架直升机和一栋公寓 说实话 哪怕是他们这种身份的人 都对秦桓产生了很是羡慕的情绪 而且 他们很想问问 这样的姐姐那里还有 麻烦也给他们来上一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